第七百五十一章 丑席见公婆 六月初一 四十九点一过 平清王府门前就陆续有车马到来了 以往王府举办宴会 为了不被小看了去 马王妃几乎每件事都要亲自过问一遍 要求做到尽善尽美 可今天 王府客人都来了 他还在慢悠悠的梳妆打扮 马氏脸色难看的有着丫鬟梳头 心情十分的烦闷 上次在宫里的端午节宴上 皇上不让严家那丫头给自己敬茶 已经让他当众丢尽了脸 如今 王府举办宴会 直接派了长使来操办 这无疑是在打他的脸呀 萧叶尘的妻子罗琼久等不到婆母 便来了正院 一进屋 就看到婆母阴沉住的脸 毫无平时在宫爹面前时的柔弱衔静 见此 罗琼飞快地垂下了眼帘 掩盖住眼中的亲面 对于婆母 他心里是很看不上眼的 就算他现在被扶正成了正妃 也改变不了他曾未婚生子的事 再来 婆母笼络公爹的手段 他实在有些没眼看 绞柔造作 完全地切实做派 母妃 外头有客人到了 见马王妃一直挑挑拣拣地更换朱差 罗琼不得不出声提醒了一句 马王妃斜了一眼媳妇 媳妇出身为国功夫 家是好是好 可就有些太好了 时常端住规矩 沉闷又无趣的警 要不是为了儿子日后能顺理席绝 需要为国功夫的支持 他才懒得正眼瞧这个媳妇呢 来就来呗 让他们在院子里喝茶就是了 文言 罗琼醋了醋眉 面上虽不赞同 可也没再说其他的了 心里却是痴声道 婆母虽做了正妃 可却毫无正妃的度量和大局观 他心里有气 却拿客人来出气 简直是愚蠢至极 宴会没办好 别人不会怪萧叶阳 只会怪他这个做王妃的 哪怕平时的宴会办得再好 只要这次不好 外人就有得说道 母妃 那我先去院子里招待客人了 马王妃淡淡地摁了一声 继续更换朱差 等他收拾好 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了 今天来王府的人很多 有些是给皇上面子 有些是给平亲王面子 有些是看好萧叶阳这个人 王府庭院中 各家夫人与孩知道 马王妃今天的心情好不了 都很识趣地没往他跟前凑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观赏王府的景色 五十初十一点 严家的马车才到达了王府门口 今天是叶阳的极观礼 若是 若是马王妃有意为难你 能忍就忍一下 别闹起来 总归不能耽误了叶阳的极观礼 下马车前 李夫人拉着 道花嘱咐了一句 道花笑着回道 娘 我自有分寸说着 打开车门下了马车 一站到地上 砰的一下 有颗小石子打在了自己脚边 道花转身望去 就看到街的斜对面 停着一辆马车 楚浪正双臂抱胸 懒散地依靠在马车上 道花左右看了一下 伸出手指了指自己 见楚浪点头 沉吟了一下 转身和李夫人说了一句 然后就快速去了街对面 那丫头过来了 楚浪敲了一下车门 对住里头的郭若梅说了一声 马车里 郭若梅扶了抚亲手做的发官 神情有些碍然 儿子疾惯 他这个做母亲的 却不能前去官礼 大侠 你找我 听到道花的称呼 楚浪嘴角抽出了几下 那个 我不做大侠也有好多年 你叫我一声 楚书吧 道花 笑道 这合适吗 我还是继续叫你楚大侠吧 对了 上次的事多谢你而说着 看了看马车 你找我有事 这时 车帘 掀开了 看到笑看着自己的郭若梅 再想到萧叶阳对楚浪的不喜 道花眸光一闪 嘴巴微张 再看到郭若梅身边坐着的眉雪 眉双十 眼睛更是圆睁了起来 不是他想的那样吧 住在五花山别院的人 是萧叶阳的母亲 想到第一次见面时 自己将人当做成了别有用心的刺客 道花尴尬地服了服自己的病法 依依依依 道花秒看向郭若梅 伯母有何吩咐 郭若梅笑了笑 我可以叫你依吧 道花点头 当然 郭若梅打量了一下道花 听说不久之前你跌入河中了 没事吧 道花摇头 多谢伯母关心 我挺好的 郭若梅笑着点了点头 没事就好 日后出门的时候多带着点护卫 这京城达官贵人多 难免有几个张扬跋扈的 道花再次点头 表示自己记下了 看住双手垂叠 乖乖巧巧站于眼前的道花 郭若梅忍不住笑了一声 依依 我想请你帮个忙 道花秒回 伯母您说 别说一个忙 十个我也答应 一旁的楚浪 够意地看了他一眼 你这丫头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好说话了 道花看了看楚浪 没理 这对待不同的人 态度当然得不一样了 郭若梅将发官从车窗递出 这是我亲手做的 杨儿今天急关 我也不能为他做些什么 这个发官他若愿待就留下 若不愿就随你处置 道花看出郭若梅眼中的期盼 伸手接过发官 伯母放心 我一定交到宵夜养手中 郭若梅笑了 多谢 道花 伯母太客气了 郭若梅看了一眼王府门口 你快回去吧 别让你母亲他们久等 到花点了点头 屈膝行了一礼 然后就转身走向李夫人和韩兴然 就在道花三人步入王府大门时 王府正院 你看清了 是郭若梅的马车 马王妃听到管事嬷嬷的话 惊得直接站起了身 管事嬷嬷连忙点头 老奴看得真真的 就是郭王妃 马王妃瞪了一眼管事嬷嬷 什么郭王妃 她早已不是什么王妃了 管事嬷嬷了 是老奴说错话了 马王妃又问 她来做什么 管事嬷嬷 郭王 郭氏给了生平县主一顶发官 可能是想给小王爷带吧 马王妃哼了哼 她休想 说着 沉默了一下 然后就对住管事嬷嬷说道 你去一趟百花园 将刚刚看到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王爷 管事嬷嬷顿时笑了 王妃高见 王爷最是不待见郭氏 这些年每次一提到郭氏都会暴怒 知道生平县主和郭氏搅在一起 肯定不会给他好脸的 马王妃脸上泛住冷意 快去吧 生平县主是萧叶阳的未婚妻 王爷不给他好脸 就是在打萧叶阳的脸 管事嬷嬷走后不久 马王妃就听到丫鬟通报 严家人到了 冷笑了一声 笑着去了客厅 见过王妃 看住行李的严家人 马王妃坐在主位上淡定地喝住茶 也不叫气 见此 客厅里的众人都不由露出了看好戏的神情 道花等了几秒 然后直接直起身子 还一并扶起了李夫人和韩星然 见她这样 马王妃手中的茶杯猛地放在了桌上 道花上前一步 站在了李夫人和韩星然面前 面色平静的河马王妃对视住 罗琼看住对峙住的两人 淡淡地移开了目光 并没有上前解围 客厅里的气氛冷凝了下来 惠家长公主不想参合平清王府的事 可在看到道花脖子上戴住的长命锁时 神色不由动了动 她依稀记得 皇上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刻住桃花的长命锁 难道皇上这么喜欢严家大姑娘 连长命锁都赏赐给她了 正当惠家长公主准备出声打圆场的时候 让众人始料不及的是 马王妃自己先选择了退让 行了 你是皇上下旨婚给叶阳的 哪怕再不懂规矩 本王妃也说不得你 道花看住马王妃 没说话 马王妃看向回来的管氏嬷嬷 等管氏嬷嬷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 便笑着看向道花 刚刚王爷传话过来了 他要见你 你随管氏嬷嬷过去见他吧 平清王要见自己 道花可不敢拒绝 沉默了片刻 看了一眼李夫人和韩星然 便跟住管氏嬷嬷离开了 一路上 道花都十分的谨慎 虽说马氏当众让他来见平清王 大概率是不会耍什么花样的 可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对于马氏 他可以不用太过顾忌 但对平清王却不能 因住师父和婆婆的关系 他和马氏比 那肯定是他亲 皇上自然会偏向自己 可拿他和平清王比 那皇上肯定是要偏向平清王的 道花在心中告诫自己 等一下见了平清王一定要冷静 没一会儿 管氏嬷嬷嬷就带着道花来了百花园 平清王喜欢制胭脂 除了庄子里种满了花草 王府里也置了这么一个百花园 位于后院和前院中间 此刻 平清王正独自站在百花园入口处的角落 刚刚管氏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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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嬷�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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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园靠近 早就听说平清王不买严家大姑娘嫁给萧叶阳 这次召见一定会训斥他的吧 王爷在亭中献主自己过去吧 道花看了一眼亭子里的人 眯了眯眼睛 平清王背对住自己 可背影怎么有点熟悉啊 道花慢慢走向亭子 在距离亭子还有几公尺远的时候 平清王听到脚步声 心想可能是严家大姑娘到了 便转身看了过去 正想呵斥道花走得慢 谁知在看到道花的面容时 直接愣住了 小一道花也正正地看住亭子里的平清王 九爷 道花猛地想起来了 师父和婆婆口中常提到的小九 九爷 小九道花脸色僵硬 心中感叹 人生还真是处处是狗血啊 第752章 素库 道花猜出了九爷的身份 平清王也在看到不远处站住的管事嬷嬷时 就猜到了小一的身份 难怪当初在看到小一的女装扮相时 她就觉得这人未免扮得太逼真了些 果然 这分明就是一个女的 倒是好演技 怎么办 在猜测对方身份后 平清王和道花同一时间想到了这个问题 亭子前出现了短暂的静默 道花和平守王互相看住对方 可都没有要开口的意思 平清王是满心的尴尬 自己被刁民捆绑 追杀得狼狈样 可都被未来儿媳看到了 期间还不断求着儿媳相救 这让她日后怎么保持做公爹的威严 更糟的是 逃跑过程中 她一个堂堂清王 还扮过女人 这可真的是丢脸丢到家了 道花则是在想 她该以何种形象来和未来的公爹相见 端庄手里 那现在就应该规规矩矩地上前见礼 然后一板一眼地道出身份 但如此一来 未来公爹肯定尴尬 谁让她看过她扮女人呢 尴尬之余 为了面子问题 说不定还会恼羞成怒 为此训斥她 她可不想一上来就和未来公爹交物 萧叶阳和平亲王的关系已经够不好了 她在参合进去 父子俩的矛盾怕是会越来越深 不好 道花果断地放弃了这种做法 想到未来公爹为了自救 连女人都能办 可见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 在和她谈论胭脂制作时 幽默风趣 妙语连连 道花觉得她最好是在谈笑间 将之前的尴尬式翻篇 若是能博取到一些好感 那就再好不过了 嗯 就这样 以朋友身份打招呼 直接装作不知道她的身份 想好之后 道花展颜一笑 迈步走向亭子 笑盈盈地看向平亲王 九爷 好巧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还真是有缘呢 平亲王看住笑的人处 无害的道花 心道 若是没见过她力索前脆的灰洞木棍 直接敲昏壮年农家汉的样子 她说不定还真会被骗了 叫她九爷 这丫头是真的没猜到她的身份 还是在跟她装傻 平亲王皮笑若不笑道 是啊 好巧 可不是有缘吗 谁能想到她随便出趟门 还能被未来媳妇给救了 道花进了亭子 也没行礼 直接一副好友见面的星期呀 九爷 你怎么也来平亲王府了 是来唱堂会的吗 平亲王嘴角抽了抽 这 是准备装傻装到底了 他这么气语不凡 哪里像是唱堂会的 这是得有多眼瞎呀 平亲王哼了哼 不回反问 那你呢 你怎么也在这里 说着 那笑了一声 也是来唱堂会的 道花尴尬的笑一笑 九爷 之前是我骗了你 不过你得理解 我被人追杀 无意间才和你们遇到了一起 我不知道你们是好人坏人 自然要有所保留了 你说对不对 平亲王 宁媚 你被追杀 谁要杀你 道花摇头表示不知道 然后又瞥了一眼平亲王的脸色 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也是他名义上的媳妇 他被人追杀 为了他王子的脸面 也该维护一二吧 想了想 道花便说 不知道 不过 我猜测 可能是因为我挡了某些人的路 才招来了这场货事 听到这话 平亲王不由自主地想到了 蒋家 婉姻那丫头想嫁给叶阳 她可是清楚地 在皇兄下旨前 太后 承恩公可都找过他好几次 若是以前 他还不会这么想 可经历过上次 要被蒋家旁支陈塘的事 他觉得蒋家 做得出这样杀人灭口的事来 道花画风一转 感激地看向平亲王 幸好上次遇到了九爷 我才能平安归家说着 向他扶了扶身子 平亲王哼了哼 没说话 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以这丫头的本事 就算遇不到他和怀恩 他也能顺利回到京城 但他们要没遇到这丫头 那结果可就真的不好说了 平亲王瞥了一眼道花 这丫头是在感谢他 还是在急急提醒他 他救过自己 让他心怀感恩 哼 狡猾的家伙 随后 道花看了看平亲王 故意东张西望了起来 脸上带着担忧和烦恼 平亲王见了 忍不住问道 你干啥呢 道花叹了一口气 我在找我未来的公爹 我来这边 就是他叫我过来的平亲王 挑眉 是吗 说着 神色动了动 有些好奇地问道 在你眼里 你公爹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道花心中一动 面露忧愁 可怜兮兮 道 我不知道 不过 他不喜欢我 他反对我和他儿子在一起 所以 我很害怕见到他 担心他会为难我 平亲王眼皮子跳了跳 一脸不赞同道 做长辈的 哪里会无故为难小辈 既然你已经和他儿子定了亲 那想来你公爹 应该就不会再反对了道花 一脸没信心的样子 那可说不准 要不然 他怎么突然把我叫到这边来 平亲王脸色一致 想到王妃刚刚派人过来传的话 哼了一声 也许是你做了什么惹他不高兴的事 道花连忙否认 这可冤枉死我了 我还一次都没见过他 哪里知道他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瞥了一眼站在远处伸长脖子 往这边瞧的管事默默 哼了哼 就我所知 我公爹还是很明事理的 肯定是有人在他面前嚼了蛇根 我这还没架进门呢 就让我们失和 真是起心可诛 听到道花 说他明事理 平亲王嘴角翘了翘 可听到后面的话 他回想了一下 刚刚王妃身边管事默默的传话 别说 现在一想 还真有点挑动他怒火的意图 想到这里 平亲王便冷冷地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管事默默 管事默默先后被盗花 平亲王看了一眼 心肝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王爷和生平县主的见面 跟他预想中不太一样呀 以往一提起前王妃 就会大怒的王爷 不是应该当众狠狠 训斥一番生平县主吗 但他看两人的样子 似乎聊得还很好 第753章 亏待 平王子想到 严家在京城毫无根基 未来媳妇 对他和郭氏之前的事 支支甚少 如此 倒也不好太过苛责他 心中的怒意顿时消散了不少 不过 他收了郭氏给的东西 这还是不对的 你宫爹把你叫过来 我看呀 应该确实是有事小意呀 九爷我呢 也是过来人 这做人儿媳的 应该多住一点忌讳 就比如 我就不喜欢随便在外头 收人家东西的媳妇 一听这话 道花顿时明白了 肯定是萧叶阳母亲 给他发官的事 被马王妃知晓了 面露恍然道 听九爷你这么一提醒 我发现我好像确实是 做了一件不讨喜的事 见道花没有失口否认 平亲王面露满意 刚想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就听到道花为难的说道 可是我不做 我良心不安呀 平亲王无语 不收东西而已 你有什么好良心不安的 道花叹 聊口气 我不忍心拒绝一个母亲 儿子疾官 母亲不能官礼本就是一大汗事了 若是连亲手做的发官都不能待在儿子头上 那就太可怜了 平亲王醋了醋眉 沉默着没说话 道花求证般地看住平亲王 九爷 你说 我能拒绝一颗慈母之心吗 平亲王动了动嘴唇 最后又将嘴里的花咽了回去 板住脸 一脸的不高兴 道花见了平亲王的反应 试探着道 九爷 你说我那公爹知道这时候 应该不会怪我的吧 听人说 我那公爹挺大度地看住小心翼翼 的道花 平亲王美好气道 本老爷怎么知道 虽说他是挺大度的 可也得分是好不好 郭氏当初那般决绝的要获利 一点也没给他留面子 那他现在为何要考虑他的感受 道花垮下了脸 九爷 好多人都等着看我笑话呢 说着 看了一下四周 平亲王顺着道花的视线看了一下 发现不管是男眷还是女眷 都在盯住他们这边呢 顿时面露不悦 这些人在干嘛 看他平亲王府的笑话 道花继续说 我那公爹的忌妻看我不顺眼 也不知在我公爹面前 说了我多少坏话 在我公爹心里 指不定觉得 我是一个多么讨人喜欢的人呢 要他再急助发官一事 添油加醋地编排我 我都预想得到 我公爹会如何生气 然后会如何为难我了 平亲王面色变得古怪了起来 别说啊 要不是之前就认识着 丫头 他还真有可能当众斥责他 扫了一眼 注视着这边的客人 平亲王心情就有些恼火 很显然 王妃派管事嬷嬷嬷 来告诉他 郭氏给了蔚来媳妇 一顶发官 就是想让他 对蔚来媳妇发火的 道花一直瞅着平亲王 见他脸色变来变去 想了想又道 九爷 你我一起共患难过 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实话和你说吧 我其实一点也不想 嫁入蔚来的婆家 文言 平亲王突然瞪大了眼睛 声音拔高了好几分 为什么 怎么 堂堂庆王府 这丫头还看不上 远处的人看到平亲王这服模样 都以为他生气了 越发兴致勃勃地往亭子里猛瞧 道花摇头 叹着气 我未来的婆家虽家是不错 可家庭太复杂了 等我嫁进去后 日后一定会不好过地说着 静止走到椅子前坐下 看到桌上有茶水 主动地倒了两杯茶 递了一杯的平亲王 平亲王见了 也顺时坐了下去 气呼呼道 你倒是说说 你日子怎么不好过了 严家能和平亲王府结清 是高攀 高攀懂不懂 两人对坐而谈 让注意这边的人 都感到疑惑不解 刚刚不是生气了吗 怎么这又坐着一起喝茶了 道花喝了口茶 润了润嗓子 才愁眉不展地说 我公爹不惜我未婚夫 一点也不在意 他凭亲王脱口就像否认 可想到他和儿子的相处模式 只是前别地说住 怎么会 天底下的父亲 哪有不在意自己儿子的 你多想了 道花一脸怀疑 是吗 可若 我公爹真的在意我未婚夫 又怎会让他从小 就住进自己伯父家 被欺负了 也不问不理 我未婚夫从小到大 我公爹都没有管教过他 还有 我未婚夫从小在外生活了多年 他连一封虚寒问暖的信 也没写过 没问他在外头过得好不好 想不想家 有没有被人欺负 这些通通都没有 而且 我公爹还在我未婚夫 都快集贯的时候 竟把他的妾室给扶正了 让我未婚夫头上 多了一个敌兄说着 道花摇头叹了叹气 九爷 你是不知道我第一次 和我未婚夫见面 是在什么情况下 到现在 我都还清楚地记得 我未婚夫和那些 被人贩子掳走的小孩 卷缩在马车里的情形 要不是我出手相救 我未婚夫说不定 但凡我公爹 对我未婚夫上心一些 以我婆家的身份地位 我未婚夫 怎么可能被人贩子掳走 还跟助我一起 做了一段时间的乞丐 平亲王听着道 花 叙叙叨叨地讲着 萧叶阳在中州的不义 在北疆的拼杀搏斗 心中抑制不住地 涌出了一股愧疚之情 在这之前 他心里一直觉得 是萧叶阳在忤逆他 自从郭氏和他合理之后 这孩子对他 就是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每次看到他 都跟看仇人似的 慢慢地 他就不想再见到他了 到花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注意 平亲王的神色 他没有提马是母子 只是说了 这些年平亲王 对萧叶阳的亏待 平亲王闷头喝了一杯茶 横声道 你自然向助你未婚夫了 我就不相信 他这个做儿子的 就没有错 到花面露不语 他有什么错 我 公婆霍离的时候 他才不过是个 四五岁的质子 公爹凭什么 把怒火撒到他头上 平亲王不干了 生气道 是他先臭着一个脸 不给我好脸色的 而且还对自己的颅母 树兄恶语相向 这种情况下 我不应该教训他吗 道花冷亨 你的 妾室和树子逼走了他娘 他难道不该生气吗 你就知道偏心妾室 树子 可有想过他幼小的心灵 平亲王气的猛地站起来 指着道花道 本王哪里偏心了 少他吃还是少他喝了 他是平亲王府的嫡子 吃穿用度是整个王府最好的 道花也站了起来 生母离开 他正是恐慌无助的时候 需要的是父亲的关怀和陪伴 可你在做什么呢 你在陪你的小妾和卢子 把他孤零零地抛弃在一旁 平亲王气得胸膛起伏 你胡说 本王什么时候抛弃他了 道花 当他住进皇宫的时候 当他被欺负 你却没有站出来 替他撑腰的时候 当他被人指责 你也跟住一起指责的时候 当他被人贩子拐走 你却没有出京救他的时候 平亲王无法辩解 气得只能指着道花 你 远处的人看到两人终于吵起来了 都有些莫名的兴奋 亭子里 道花和平亲王都一脸气愤地瞪住对方 突然的安静 让两人猛地意识到自己好像说漏了嘴 道花仰着下巴 默默一开了视线 平亲王也尴尬地重新坐了回去 闷头喝茶 第754章 维护 刚被长使叫去帮忙的淮恩一回到百草园 就发现了这边情况的不对劲 王爷在百草园招待男眷 怎么女眷也跑过来了 王妃和大奶奶呢 也不管管 还有他们都在看什么呀 淮恩快速朝住亭子走去 在听到周围的小声议论后 知道王爷召见了未来的小王妃 还和小王妃起了冲突 脚下的步子不由加快了几分 小王爷就和王爷有些不目 若是知道王爷欺负了他的未婚妻 那肯定是又要闹事啊 走进亭子 淮恩先向平亲王行了礼 然后又转身向道花行礼 然而刚转过身就愣在了当场 小公子 平亲王见不得自己的人一副傻样 不悦地咳嗽了一声 淮恩回神 看了看道花 然后哄笑着打招呼 小公子 好巧啊 闻言 道花和平亲王对视了一眼 道花扯出一丝笑容 是啊 好巧 淮恩速来机灵 此刻已经转过弯来 之前那位救过他和主子的小公子 就是小王爷未来的小王妃 天了 这还真是好巧呢 淮恩注意到主子臭住脸色 想到王妃老是在主子面子说 小王妃的不是 猜到这次见面 两人肯定闹了些不愉快 连忙助笑着打圆场 小王妃 那个你的胭脂铺在长安间哪里啊 之前主子想找你探讨制胭脂的事 奴才愣是没找到 道花扫了眼四周往这边看的人 想了想 又重新做了回去 我的胭脂铺叫四级胭脂铺 平亲王看了过来 不想被人看了笑话 便主动问道 就是那个卖冰激糕的四级胭脂铺 道花顺势点头 嗯 平亲王轻咳了一声 有些不自在道 你怎么会制冰激糕呀 冰激糕 是贡品 因为数量少 就是他找黄兄讨要 黄兄都不一定给他 他试过四级胭脂铺的冰激糕了 效果和贡品差不多 道花 我以前受过伤 萧叶阳就帮我问黄伯父讨要了一盒 伤好后还有剩余 我就拿来研究了一番 没曾想 一个不小心就支撑了 平亲王听着道花不客气的称呼 有些一言难尽 这还没过门呢 黄伯父倒是叫得顺口 还有 那脸上的得意能不能收敛一些 真是一点也不懂得谦逊 道花 见平亲王态度软和了下来 知道他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便说了一下冰激糕的制作流程 平亲王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 听得十分的认真 还不时地问了一些 腌制铺里售卖的香水 沐浴露 洗发液等东西 你这丫头倒是听聪明的 在听过沐浴露和洗发液的制作流程后 平亲王不吝啬地夸了道花一句 道花笑着受了这夸奖 并没有像别的龟秀那边不好意思 故作谦虚 而是大方地笑道 我师父和婆婆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都说像我这么知书达理 绘制蓝星 秀外绘中的姑娘 如今已经不多了 听着道花这么厚脸皮地自夸自己 平亲王嘴角抽了抽 怀恩则是佩服地看了一眼道花 小王爷自己看上的姑娘 果然够特别 夸起自己来是毫不脸红和嘴软 就在这时 亭子外来了三人 王爷 父亲 萧叶臣带着蒋世子和蒋景辉父子 笑着走进了亭子 被人打断了谈性 平亲王有些不悦 看到蒋家父子 眉头又微微醋了一下 叶阳媳妇在这里 叶臣带着外男过来太不应该了 你们怎么来了 蒋世子笑了笑 叶阳的极观里 我们怎能不来 听人说你在这边 我就让叶臣带我们过来了说着 便看向了一旁的道花 平亲王想起之前道花 说他被人追杀一事 不动神色地站到了他身前 将人护在了身后 然后 财孝竹说道 严丫头 这是成文公府的世子爷和蒋大公子 对于平亲王亲密的称呼 自然的庇护行为 蒋世子和萧叶臣都不由皱了皱眉 不是说 两人吵起来了吗 那平亲王父王为何还要维护严家女 道花屈膝行礼 这是叶阳的兄长道花在 屈膝 见过萧公子 然后就乖乖巧巧地垂手 站在平亲王身后 平亲王听到他的称呼 有些不满 不过想到叶阳对叶臣的态度 倒也没多说什么 对此 萧叶臣眼中划过一道利人 蒋世子打量了一下道花 然后笑着和平亲王说道 难怪能迷住叶阳 让他不惜情旨赐婚 确实挺不错的 平亲王不惜蒋世子说话的语气 不越道 言丫头吧 也就知书打理一点 惠致蓝心一点 秀外惠忠一点 为人伶俐一点 其他的倒也还马马虎虎 当不起世子夸奖 听到这话 蒋世子父子和萧叶臣都一脸够异 就是道花 也没想到平亲王会这般维护自己 啊 就是夸得有些过头 蒋世子察觉到平亲王对严家女的态度改变了许多 笑着说道 看来王爷对未来的儿媳妇很满意了 亏得刚刚我一听说生平献主 好像又对王妃不敬 了 还以为你是在训斥她呢 急急忙忙地赶过来想劝你一二 免得你又和叶阳起冲突 伤了父子情分 如今看来 倒是我多想了道 花剑蒋世子当着他的面给平亲王上眼药 直接扶身说道 世子爷确实是多想了 王爷平易近人 哪会无缘无故地训斥他人 至于你说的伤了父子情分 那就是更没有的事 说着 笑看着平亲王 父子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呀 对吧 王爷 平亲王邪念了一眼道花 这个丫头变脸的速度还真是比翻书还快呀 好像刚刚那一脸气愤指责他亏待了萧叶阳的人不是他一半 现在又父子之前没隔夜仇了 好赖话倒是都被他说了 嗯 不想被外人看得笑话去的平亲王敷衍地嗯了一声 就算如此 萧叶臣还是心中微尘 看向道花的目光充满了敌意 蒋世子冷笑住看向道花 严家还真是好家教呀 本世子在和王爷说话 是你一个小辈能插嘴的吗 道花张口就像反驳 可话在出口之前又咽 撩回去 转而眼巴巴地看向平亲王 一副委屈的模样 平亲王见了 虽知道他可能是装的 可还是替他出头了 世子 你这话言重了 他的媳妇纵是错了 也该他这个公爹来管教 蒋世子出生指责算怎么回事 蒋世子见平亲王 已经是第二次反驳自己了 心下有些不悦 郑宇在说些什么的时候 怀恩突然开口 主子 小王爷过来了 第755章 下套 看住吉布走来 脸上透住着急的萧叶阳 到花心中溢暖 不过在扫到亭子里 挤人的神色时 快速倒了一杯凉茶 在萧叶阳踏入亭子时 迎了过去 怎么走得这么急 瞧瞧 满头的大汉 说着 道花就将手里的凉茶递了过去 平亲王一看到萧叶阳过来 脸色就崩了起来 可见平时父子俩一见面 肯定是剑拔弩张的 而萧叶臣和蒋世子父子 眼中都闪烁着算计的目光 他被平亲王突然叫过来 其他人指不定如何编排呢 萧叶阳要听了这些话 估计一上来就要和平亲王起冲突 然后萧叶臣和蒋世子父子 在天机把火 今天这集观里也就别举行了 萧叶阳仔细看了看到花的脸色 见他没有什么异样 提着的心才落回了肚子 看了眼亭子里的其他人 伸手接过茶一饮而尽 然后才向平亲王和蒋世子建立 父王 世子爷 平亲王瞥了一眼萧叶阳 淡淡地摁了一声 蒋世子则是友善地笑了笑 见了长辈 萧叶阳又对住蒋景辉点了下头 至于萧叶臣 直接当作没看到 然后 亭子里就陷入了安静之中 道花见平亲王和萧叶阳 对对方多一点默然 而其他三人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沉吟了一下 将手里的空茶杯递向怀恩 怀恩 满上 怀恩被道花突如其来的行为 弄得愣了一下 作为王爷的贴身太监 他在王府的地位是很高的 平时就是王妃和大公子 也不会随意吩咐他做事 小王妃 这是要透过指派他这个奴才 来彰显自己和主子的亲近 怀恩看了眼平亲王 见他没反对 立刻扬起笑脸 麻利地走过去接过空茶杯 萧叶臣见了 眼底的音质越来越浓郁 父王这是怎么了 明明昨天还对严家女十足地看不上 今天这态度怎么转了180度的弯 蒋世子父子心中微沉 他们也不是很希望看到平亲王和萧叶阳 父子子笑起来 平亲王此刻 还因为刚刚道花的一番话 对萧叶阳颇为的愧疚 只要萧叶阳不和他闹 他也不愿意找不愉快 萧叶阳对道花能指使的 动怀恩也很意外 看了看道花 又看了看平亲王 虽然心中困惑 但碍于外人在不好直接问 不过 父王不反对道花指使怀恩 应该不像别人说的那样 训斥了道花 道花没理会这些人的反应 结果怀恩倒好的茶 拿给了萧叶阳 王爷叫我过来喝茶 我喝着实不错 你流了这么的汗 快再喝一杯 解解热 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一下 他为何出现在这里 萧叶阳看了眼道花 见他双眼亮晶晶地看住自己 结果茶喝了一口 顺着他说话摁了一声 是还不错平亲王听了 轻咳了 一声 那个 严丫头 你既喜欢吃这茶 那之后离开的时候 就带点回去吧 闻言 道花立马面上一喜 多谢王爷平亲王摆了摆手 满脸不在乎 一点茶叶而已 道花笑着回道 王爷赏我茶叶 那是长辈对晚辈的爱护 我里当道谢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里眼 王爷送了我茶叶 我可不能不回礼 正好我那里酿了几罐玫瑰香露 等明儿给您送些过来尝尝 平亲王瞥了一眼道花 对他的上道表示满意 行吧 刚好如今天热 冰镇的玫瑰香露别有滋味 本王就尝尝你的手艺吧 道花笑道 那好 那我就先送一罐过来 要适合王爷的口味 我再让萧叶阳送给您 您要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意见 也可以告诉萧叶阳 让他转达给我 我好改进 见平亲王神色越来越柔和 萧叶辰 眉头一簇 抬眼看了一眼道花 对其的警戒再次飙伤了一截 这些年 他和母妃之所以能打败萧叶阳 就是阴祝父王落不下脸 而萧叶阳又不屑于解释 才让父子俩的隔阂越来越重 若是两人之间出现了一个调和的人 那他和母妃之前所做的一切 可能就要因此前功尽弃了 以为萧叶阳娶了一个家世不好的女人 对她的威胁要小一些 可今天见过这严家女后 他心里没一点喜意 父王父王似乎很重义这个严家女 不像他的妻子 就算进门都有两三年了 也没得过父王什么赞赏 平亲王看了眼萧叶阳 没驳回道花的提议 一脸勉为其难地说道 行吧 本王就给你提提意见 萧叶阳看了看到花 抿着唇 没说什么 就在这时 一阵微风拂过 道花闻到花园里的各式花香 笑着和平亲王说道 王爷 您这百花园里的花 开得可真好凭亲王得意的台 了台下巴 不是本王吹牛 满京城 除了皇宫的御花园 没有哪里的花能胜过本王这里的了 像往常 只要平亲王说了这话 立刻就会得到周围人 得恭维和吹捧 可这次 他发现未来而袭在撇嘴 顿势不悦地问道 怎么 你见过比本王这里开得更好的花吗 道花连忙点了点头 见过呀 我庄子里种的花开得就比您这得好 萧叶阵总算找到插花的机会了 略带嘲讽地看住道花 生平献竹 能让我父王摘种到百花园的花 都是各种名花 你可千万别拿野花 杂花来比 道花见萧叶阳冷了脸 连忙拉了啦 他的衣袖 对他摇了摇头后 也不理萧叶阵 笑看向平亲王 王爷 你知道四季果树铺吧 平亲王点了下头 知道啊 那铺子卖的果树 确实不错 道花 铺子是我开的 平亲王知道这事 所以呢 道花自信地笑了笑 我能种出比别人更好吃的果树 当然 能种出品相更好的花了 见平亲王双眼一下就亮了起来 道花笑着下了套 怎么样 王爷有没有兴趣到四季山庄看看 对了 萧叶阳的向日葵山庄里面也种了不少花 萧叶阳顿时看向道花 拉了拉他 欠身低声道 你钱吗呢 老爷子还在四季山庄呢 道花小声回道 就是因为师父在 所以才让你父王去的上次去看师父的时候 我发现师父有些苦下 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来 这样下去可不好 我觉得你父王去了 师父可能会好转起来 说完 冲着萧叶阳眨了眨眼睛 看出道花眼中的脚狭 萧叶阳顿时明白他在打什么主意了 这家伙是想让舅爷修父王呀 别说 这还真是一个好主意 免得他这耳根子软的父王 不是被马氏母子挑唆 就是被太后指使 老是找他的麻烦 舅爷教导父王 怕是黄伯父也乐见其成吧 平亲王见萧叶阳阻止道花 心下有些不悦 本来他还不怎么想去的 这下非要去了 好 本王有空就去瞧瞧道花顿时笑 了 王爷 你一定会喜欢我的庄子的 看出道花灿烂的笑容 平亲王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眼看平亲王和道花越聊越投缘 萧叶阵忍不住了 笑着出声打断两人 父王 给二弟刑机关里的时辰快到了 我们是不是该去准备住了 第756章 明目张胆的偏爱 平亲王见时辰确实是快到了 这才将目光投向被晾在一边的 蒋世子父子 世子 我们现在去正堂那边 把蒋世子见平亲王总算想起 他来了 心里憋着口气 还没等他说什么 就又见平亲王转头看向道花了 女眷也要到正堂那边关里 你就跟我们一起过去吧 道花笑着应下 是 随即 平亲王便率先走出了亭子 蒋世子吐了口气 默默跟上 蒋景辉和萧叶辰看了一眼 道花和萧叶阳 才跟了上去 你急什么 萧叶阳见到花台不就要出亭子 连忙将人拉住 等一下说着 值了值天空中的烈日 太阳这么大 我让他扶去拿散了 道花看了一眼 走在前头平亲王等人 用不住这么麻烦吧 萧叶阳满脸不赞同 中午的太阳最是毒辣 你皮肤娇嫩 要晒怀了怎么办 白草原到正堂那边 可有不短的距离呢 道花知道萧叶阳的性子 见他一脸直异 只是问道 咱们不好落后太远吧 萧叶阳不慎在意地 看了一眼平亲王几人 有我在 你怕什么 道花不再多说 看到萧叶阳额头上 还冒着米大的汗珠 将手帕递给了他 拿去擦擦 萧叶阳笑住接过帕子 擦了擦额头和脖子 对了 我还有件事跟你说 道花招来王满儿 接过他手中的发官 递给了萧叶阳 萧叶阳看住发官 嘴角立刻翘了起来 你还给我做了发官呀 怎么不和机关服一块送来 道花 这发官不是我做的 萧叶阳伸向发官的手 顿时停了下来 不是你做的 那就算了 说着 就要收回手 道花直接将发官 往萧叶阳手中移放 这发官是住在 五花山别院里的 那位夫人做的 萧叶阳神色一愣 眸光闪了闪 你 你见过他了 道花哼了一声 你倒是瞒得挺紧的 萧叶阳连忙解释 在中州的时候 我本来已经打算 带你去见他了 可是一直没找到 合适的机会 道花倒也不是真生气 知道萧叶阳有心结 看了看发官 我来王府时 伯母交给我的 马王妃就是因为 知道了这事 向你父王告发了我 幸亏我和你父王认识 这才免了一场风波 萧叶阳冷笑了一声 马是母子 惯会做这种事了 说着 顿了一下 你和我父王怎么认识的 道花 你还记得 我之前跟你说的九爷吗 萧叶阳远睁住双眼 就是那个和你一块 男扮女装的九爷 道花连忙做出晋升状 你小声点 这是我好不容易 才在你父王那边翻篇了 你可不能再提起了 萧叶阳喝了 一声 这时 得福拿着伏拿着伞过来了 道花 行了 发官等会儿你记得带啊 萧叶阳看住手中的发官 抹了抹 转身递给的符让他拿住 然后接过伞打开 撑到道花头上 走吧 父王 二弟跟上来了 萧叶臣见萧叶阳和道花 跟了上来 立马向平亲王说了 看到萧叶阳打着伞 小心地护着道花 一副担心他被晒到的模样 顿时玩味地说道 二弟对生平县主 可真是够体贴的 还给他撑伞 只是太阳这么大 他派人去取伞 怎么也不给父王拿一把 文言 平亲王转身看了看 落后一段距离的萧叶阳和道花 儿子一身江黄色莽长袍 身姿挺拔 气宇轩昂 媳妇一席嫩黄色群衫 清雅脱俗 灵动超义 真真是一对赏心悦目的 惊同郁郁 平亲王眼中划过一丝笑意 虽说他和叶阳的关系不亲近 可他到底是自己的儿子 他也有天底下所有父亲的通病 觉得自己儿子配得上 天底下最好的姑娘 这个生平县主 容貌上家 性子伶俐 根据之前搭救他们仪式 可以看出人品也不错 最重要的是 遇事不慌张 出手够果断 虽说出身是低了些 可调教一番 应该还是能当得起王府世子妃的 嗯 皇兄刺的这门婚还是不错的 萧叶辰注意到平亲王的神色 见他没有生气 反而还露出满意之色 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父王今天这是怎么了 他和蒋世子打配合 给萧叶阳上了好几次的眼药 父王都没有像往常一般动怒 表现对萧叶阳的不喜和不满 蒋景辉也在打量后头的萧叶阳和道花 看住将大半伞都遮挡在生平线主头上的萧叶阳 眼中的探究越来越浓 萧叶阳这般重视生平线主 那蒋家近段时间接二连三的出事 是他的手笔吗 被革职在家这段时间 仔细调查贡品被烧一事 和三弟锦要在马场断腿一事 虽说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来都是意外 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的意外 尤其是他押运贡品回京之前 萧叶阳和生平线主私定终身的事 被蒋家给曝光了出来 三弟锦要断腿前 二婶刚好诱顾人去杀生平线主 他不相信两件事是巧合 萧叶阳察觉到蒋景辉的目光 抬眼直射过去 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织 顿时就有火花擦出 蒋景辉率先移开了视线 祖父说得不错 萧叶阳变了 再也不是小时候任由他人泼脏水 只能横冲直撞 嘶吼发泄委屈的狗仔子了 现在的他 是一匹有着力爪和力齿的头狼 萧叶阳看到蒋景辉转过头去 嘴角扯出一丝冷笑 机关里在大厅举行 大厅外的阁楼被布置了出来 用于女眷管理所用 此刻 大厅和阁楼上都站满了人 没多久 众人就看到平亲王一行人过来了 对于走在前头的平亲王 蒋世子四人 大家没有太多关注 如今众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走在后头的萧叶阳和道花身上 男子撑伞 温柔呵护 女子浅笑 明媚清快 美的庞扶画中景 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人群中有人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阁楼上 众龟秀更是有些被刺激到 少女怀春 谁不想被心仪之人温柔呵护 看住萧叶阳和道花 并肩走着的画面 忍不住生出了些许憧憬 蒋婉英双手紧握着围栏 死死地盯着萧叶阳和道花 杨哥哥从来都是走路带风 竟愿意陪着颜依依在烈日滴下漫步走住 杨哥哥不喜外人近身 但却霍颜依一并肩走着 看住萧叶阳大半个身子暴露在太阳底下 而道花却好好地被挡在伞下 蒋婉英极度地眼眶有些发红 杨哥哥近这般明目张胆地偏爱颜依依 第757章 挺不错 萧叶阳将道花送到了阁楼滴下 道花看了一眼正听 见一切都准备好了 宾客也已落座便对着萧叶阳说道 时辰快到了 你快过去吧 萧叶阳愣了一声 将手中的伞递给了王马儿 然后站着没动 道花看了他一眼 转身朝住二楼走去 我就说吧 生平县主不会有事 你说了 看到道花上来 康乃兴得意地笑看住吴希荣 吴希荣看了看旁边脸色明显不是很好的马王妃 呐喊道 不应该啊 马王妃让生平县主去见平清王 肯定是想让平清王训斥他的 你说他怎么过关的 康奈尔心耸了耸肩 不看僧面看佛面 皇上亲自赐婚 平清王不会不计后果为难生平县主的 而且 生平县主不敬马王妃查 在端午节宴上 皇上也是默许的 今天的事 说到底还是马王妃自己没摆正位置 严家人一规矩行礼 若是马王妃够聪明不说笑脸相迎吧 但至少得把女主人的风度给摆出来吧 可他呢 明知道今天是肖叶阳的极观里 偏还要找事 真是丢人吴希荣之道康乃馨厌恶切事 看不上谄媚逢迎上位的马王妃 不过还是辣 聊邋遢 你小声点 康乃馨不慎在意地笑了笑 没再继续说 真是不知廉耻 这还没澄清呢 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未婚夫亲亲我我了 闺秀中 有人酸溜溜地说住 道花看了一眼说话之人 见那姑娘站蒋婉身旁 就淡然地收回了视线 没理会其他人投过来的各色目光 静止走到围栏处 往楼下看了看 看到萧叶阳果然还站在那里 笑着挥了挥手中的团扇 示意她快去正厅 萧叶阳见到花到了李夫人身边 这才笑着去了正厅 看出这一幕 楼阁里的夫人和小姐们都忍不住有些犯酸 这小王爷还真是紧张生平献主呢 有夫人向李夫人调笑了一句 李夫人淡淡地笑了笑 没有接话 阁楼这边的布置是王府长使弄的 严家因为视频亲王府的未来亲人 安排的座位是和马王妃 以及几个皇亲国妻家的夫人一排的 座位靠着围栏 方便观赏正厅的机关里 马王妃是王府女主人 在她明显不待见严家人时 在场的夫人也不好找李夫人 韩欣然说话 惠家长公主可没有什么顾虑 主动和李夫人婆媳说笑着 道花在李夫人身旁坐下后 安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没多久 察觉到有两道目光 一直落在自己身上 抬眼看去 发现是康奈尔新和吴希荣 道花对住两人笑了笑 康奈尔新和吴希荣连忙回笑 这时 惠家长公主也看向了道花 一脸好奇地看住她脖子上的长命锁 生平献主待的长命锁 可真别致呀 道花魔光闪动 勒一下 浅笑道是家中长辈给的 惠家长公主接着笑道 那位长辈肯定非常喜欢县主 道花眉稍微调 长辈送晚辈偿命锁 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 怎么就看出她非常喜欢她了 看住四随口一问的惠家长公主 道花若有所思 师父说过 皇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偿命锁 难道长公主看过 以为这是皇上送给她的 她这是在试探皇上和自己的关系 道花眼角余光扫到周围的夫人 都时不时地关注住他们这边 沉吟了一下 笑道 是啊 做我长命锁的长辈 最疼我了 严家在京城没有什么 交好的朋友 又因为他和萧叶阳定亲 被以蒋家为首的势力所排挤 其余人家或看好戏 或不敢轻易结交 这种局面 短时间内还看不出什么影响 可长此以往 严家不能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 是根本无法在京城这个地方立足的 惠家长公主是皇上的姐姐 又和皇上亲近 若是严家能和她交好 那势必能打破严家 无法拓展人脉的壁垒 既然惠家长公主认为 这长命锁是皇上赏赐给她的 那就让她这样认为好了 果然 惠家长公主在听到道花的回答后 又见李夫人一脸确实如此的表情 心绪顿时有些起伏 看来严家比想象的还要得皇上的心 以前 他一直以为皇上看中严家 是看在萧叶阳的面子上 可现在端午节宴上 生平 县主开罪太后 皇上却及时地出现帮她解了围 最后不但没受罚 还得了一大推赏赐 这些足以说明 皇上对严家 对生平县主的看重 想到这里 惠家长公主便主动笑着和道花 介绍了康奈尔 吴希荣 你们三个姑娘好好认识认识 日后可约住一块出去玩 听到康奈尔的名字 道花瞪大了眼 金 康奈兴 你叫康奈兴 康奈兴 见道花反应有些大 不解道 怎么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吴希荣也好奇地看住道花 道花将笑道 没问题 我只是有些意外 据我所知 康奈兴是一种花的名字 康奈兴 呜了一声 然后接着笑道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岂不是一只花了 挺好 道花扯了扯嘴角 是挺好的 吴希荣笑看着道花 生平现主 道花打断了她 叫我一把 吴希荣也没客套 顺着道花的话叫了她名字 之后三人就这么聊了起来 康奈尔是惠家长公主最小的女儿 从小娇虫长大 但没养成跋扈的性格 性子挺开朗爽利 吴希荣 因为出身武将之家 身上有着龟秀少有的英气 说话 做事 毫不扭尼做做 道花和两人聊了一会儿 感觉还不错 没那么多弯弯绕 挺轻松自主的 没多久 楼下传来唱和声 道花往下一看 原来是极观力开始了 不再和康奈尔兴 吴希荣说话 道花一眼不错地看住下方 随着私衣行李跪拜的萧叶阳 马王妃看到萧叶阳 带了郭氏送来的法官 见平亲王并没有阻止 心里烦闷得不行 王爷对郭氏 到底还是有些勤奋的 观看完极观力后 众人留下吃了午饭 然后就陆续离开了王府 王爷 家里还有事 我和景辉这就告辞了 这次来王府 没得到平亲王热情的款待 蒋世子心里很不舒服 一吃过饭 就拉着长子向平亲王告辞了 以为平亲王会挽留一下 谁知 他连客套话都没说一句 世子既然有事 那就赶快回去吧 出了王府后 蒋景辉看住蒋世子 父亲 我咋觉得平亲王对我们的态度 好像比以前冷淡了不少 蒋世子皱着眉 他自然也感觉到了 以前平亲王见到他 可是友好的很 从未摆过王爷的谱 可今天 却故意亮了他好几次 想到皇帝和平亲王的出身 蒋世子冷哼了一声 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蒋景辉听到后 面色大变 连忙制止蒋世子 父亲 快别说这样的话了 看到面露惊惧的长子 蒋世子叹了口气 自从告知了长子蒋家和皇上的真正关系后 长子就有些被吓到了 如今形势也不如以前那般果敢了 另一边 王府中门 罗琼正在送魏国公府的女眷 和别的几家女眷 众人还在告别 就看到萧叶阳亲自送颜家女眷过来了 看住言语和顺 情义相邪的萧叶阳和颜一一 罗琼魔光有些黯然 萧叶辰从来没这么贴心地陪住他送过娘家人 魏国公夫人拍了拍女儿的手 低声安慰道 还没成亲的时候都是这样 等成亲之后 年户劲过了 也就不新鲜了 叶辰想到这个女婿 魏国公夫人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堂堂一个王府嫡长子 不好好表现 争取早日替皇上办差 却洗钻营 结交勋贵官员 简直是本末倒置 严家的马车挨着罗家的停靠的 李夫人和韩欣然走近后 和在场女眷笑着打了声招呼 各家夫人点头回礼 而魏国公夫人却冷着脸哼了一声 严家和董家交好 董元瑶是害死儿子的帮凶 怎么可能给严家女眷好脸 见魏国公夫人这样 李夫人神色不变 打招呼不过是全了李仪而已 她也没想过要和魏国公府交好 道花和萧叶阳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神情都有些淡漠 萧叶阳别在意 道花笑了笑 无关紧要的人 我才懒得浪费精神呢 就在这时 怀恩拿着一个圆珠木盒 快步走了过来 县主 这是王爷给你的茶叶 道花笑着接了过来 多谢 说着 看向萧叶阳 等会儿你替我向王爷道谢 明天我给他送玫瑰 香露过来 看住笑容灿烂的道花 萧叶阳叹气着嗡了一声 在场的女眷看到后 心中都十分的照应 不是说平亲王不喜颜家女吗 这又是巴巴的派人送茶叶 又是回送玫瑰香露 感觉两人相处得挺不错的呀 罗琼察觉到落到身上的探究目光 心中也很是疑惑 公爹对颜家女的态度 他也有些不明白 明明昨天提起时 还一副看不上眼的样子呀 第758章 日子定了 6月初二 道花如约派人给平亲王 送了一罐玫瑰香露 因为是吃事 道花特意交代秦小六 务必交到怀恩手中 若是王府其他人想要扣下 是宁愿毁了 也不能将东西留下 于是 大热天的 怀恩满头大汗的 抱着一罐玫瑰香露 进了平亲王书房 平亲王见他这样 不由开口问了一下 你这是去做什么了 怀恩苦笑着 递上了玫瑰香露 然后顺便说了一下事情经过 平亲王听了 看了看词惯 诗笑道 那丫头办事到失利索 这么快就给本王送来了 怀恩笑道 主子您是县主未来的公爹 他自然 是要多多上心的再说了 您昨天在人前那般抬举县主 他可不得表表孝心 平亲王笑了一声 没说什么 昨天抬举那丫头 一是给皇兄面子 二是 不想让外人看王府的笑话 三嘛 才是因为之前患难的经历 要说他有多喜欢那丫头 倒也还谈不上 不过 当他媳妇这时 他是不再反对了 平亲王让怀恩打开了瓷罐 倒了一杯玫瑰香露出来 评了一口 面露满意 严丫头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 就在这时 萧叶辰过来了 平亲王立刻笑着 让怀恩给他上了一杯玫瑰香露 这是你弟媳孝敬本王的 你也尝尝 口味还不错 萧叶辰浅浅的敏了一口 然后 笑道 能得父王夸赞 确实好喝说着 看向怀恩 笑问道 你这满头大汗的 是去干啥了 怀恩抬眼看了看萧 叶辰 心道 大公子果然是为了 宪主送玫瑰香露仪式来的 还没等怀恩开口 平亲王就先说了 他就是去取玫瑰香露热的 萧叶辰顿时面露恍然 原来是这样啊 我刚从外头回来 就听门房 的下人在说 说颜家下人不相信他们 不愿他们往府里递送东西 非要怀恩才行说着 顿了一下 看了一眼低头喝香露的平亲王 要我说 这生平县主也有些太强势了 这还没进门呢 倒是先使唤起父王身边的人来了 他对母妃不敬也就算了 怎么对父王也这样 莫不是占住二弟的宠爱 冰冷的香露突然滑入肚中 让平亲王打了的冷机里 他此刻觉得心有些凉 不知是被香露冷的 还是突然惊觉到 卢掌子对嫡子那微不可查的敌意 突然之间 他脑海中不断闪过一些片段 好像每次嫡子做了什么 马师和树掌子就是及时出现 说一些挑动他怒意的话语 然后他和嫡子就一步一步地将对方 推得越来越远 萧叶辰见平亲王用一种 他从来没见过的陌生眼神看住自己 心下一慌 紧张地问道 父王 可是孩儿说错了什么 平亲王慢慢放下香 鹿 有些复杂地看住从小宠爱长大的卢掌子 难道真如皇兄所说 自己的宠爱 助长了马氏母子的野心 你想太多了 本王这边还有事 你先退下吧 萧叶辰有些欲言又止 见平亲王已副手背过了身 才坠坠不安地出了屋子 平亲王站在窗前看住离开的树长子 回想起昨天严丫头指责他亏待嫡子的话来 心情就烦躁了起来 怎么也平静不下去 你刚刚说 严家下人宁愿毁了辞贯 也不愿交给其他人 怀恩觉察到平亲王情绪不对 点了点头 不敢说其他的 平亲王深吸了一口气 连为过门的媳妇 都对马氏母子这般必如蛇蝎 可见嫡子是有多么的忌惮他们 沉默了半晌 平亲王吩咐怀恩将王府庭院图找出来 怀恩心下疑惑 却不敢多问 连忙去找了王府庭院图来 平亲王默默地看住图纸 最后 用笔在图纸上画了一条线 然后对住怀恩说道 等会儿你把这图纸拿去给叶阳 告诉他 王府东边这一方的地界 都用来给他建新房 让他按自己心意建 怀恩快速扫了一眼图纸 剑平亲王将小半王府都划给了小王爷 心下一阵 这要识多了出来 可比王府正堂大多了 王爷这是要确定小王爷的世子之位了 怀恩没敢耽搁 亲自将图纸给萧叶阳送了过去 萧叶阳在看到图纸后 也一阵纳闷 好好的 那他父王怎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了 让德福去打听了一下 得知除了道花送过一罐玫瑰香露外 并没有发生别的事 萧叶阳就更奇怪了 难道他那父王被道花的一罐玫瑰香露收买了 懒得多想 萧叶阳低头看起了王府图纸来 别说 这张图纸来得正是时候 昨天他籍贯 黄伯夫派人来告知了他 说婚期定好了 他和道花成亲 一定是要回王府的 新房早点准备早好 下了牙后 萧叶阳就带着图纸去了严府 既然他那父王这次这么大方 他也就不客气了 他们的新房 自然是要按照道花的心意来布置的 这么大的地方都是给我们的 看住平亲王滑出来的地方 道花吃惊地看住萧叶阳 萧叶阳失笑道 不就小半个王府吗 用得住你这么吃惊吗 好了 你快好好看看图纸 日后这里可是我们住的地方 你有什么想改的 勾勒出来 我让他扶去办 听到萧叶阳这么说 道花立马摩拳擦掌了起来 这我可得好好想一想 萧叶阳笑道 你可以慢慢想 不过在十一月之前弄完 黄伯父让青天间算了日子 你有婚期定在十二月 我过来的时候 已经将这事告知老太太和伯父伯母了 道花够义地看 像萧叶阳 我怎么不知道 萧叶阳笑道 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 道花末了末 今年十二月啊 萧叶阳走到他身边坐下 笑问 你这是什么表情 可是嫌等太久了 我也觉得等得久了些 文言 道花立马瞪了一眼 萧叶阳 谁嫌久了 我嫌太快了 说着就低头看起了图纸 姑娘家提起嫁人的事 总是害羞的 萧叶阳担心 道花害臊 没敢打去 只是笑看他 土改图纸 萧叶阳 我能修到墙 把东院和正院 隔起来吗 可以 这样做 会不会太明显了些 有什么好明显的 我和马氏母子的不和 满京城谁人不知 隔起来吧 眼不见心不凡 这样你进门后 也好管理下人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可真 这么改了 改 有什么事 由我顶住呢 要不是在外住不好 他还真不想和 道花住在王府里 麻烦事 破事多得很 笨图纸我改好后 你最好还是先拿给你父王看一下 第759章 西辽使团进京 平亲王将王府东面的地界 滑出去给萧叶阳建新房 这在王府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陈院 王府西面距离正院平喜堂最近的院子 萧叶城成亲时 平亲王滑给了他 修其一心专门用作新房 别管这些年 父王有多宠爱母妃和相公 和发妻嫡子比起来 他们到底还是差了一截的镇屋中 罗琼正在和陪嫁的丫鬟说着话 和府里的其他院落相比 陈院无论是大小 位置 气派程度 无疑都是府里最好的 当初他嫁进来时 见陈院之比平喜堂略差了一些 甚至真的以为王府的世子之位 会是相公的 但如今 听到王府东面如火如荼的施工动静 罗琼脸上浮现出一丝嘲讽之色 父王或许是宠爱母妃和相公 可应该从来没想过 要立相公为世子 自古东为贵 从父王对相公和萧叶阳成婚时 心房的选址就能看出 哪怕萧叶阳和父王关系再不好 父王属意的还是他 与仆为自家姑娘感到委屈 当初国公爷之所以答应姑爷的求亲 就是想着以王爷对姑爷的宠爱 以为未来王府的爵位 会落到姑爷头上 但现在 王爷明显更看重小王爷 东面的院子才刚开始改建 王爷就已经派人去这牌匾了 听说小王爷的新房取名为平西堂 王爷住的政院叫平西堂 小王爷住的叫平西堂 这不是在告诉大家 王府世子之位非小王爷莫属了吗 姑爷若不能继承王府爵位 那他家女孩嫁过来可就太不知了 就在这时 一个女仆快步走了进来 大奶奶 王妃头疼又犯了 刚刚派人去宣了太医 罗琼吃笑了一声 他这个婆母也就只能使 这样尚不得台面的手段了 涉及王府爵位之争 他竟还天真的以为他那般柔弱 装可怜的招数还能继续奏效 罗琼漫不经心地问道 相公去哪了 雨还摇头 大公子一大早就去了三皇子府 罗琼叹了口气 沉默了半上 才悠悠说道 父亲到底是看走了眼 这人要不行 其他的都免谈 但凡相公或是婆母有一个顶用 他都还能生出一些争斗的心 可身边都是蠢货 他一个人作战管什么用 婆母堂堂王妃 整天使用些妾室手段 博取父王的关注 他根本就搞不清 一个正妻的职责是什么 而相公呢 不去讨好皇上谋取差事 反而去结交一些 没什么用处的官员 搭建人脉是很重要 但前提是他自己 得有让人交往的价值 这样才能维持住人脉 在京城混的人都现实的很 若没有身上 没有别人可以获取的利益 别说交好了 不反咬一口就算好的了 这种事他和相公说过多次了 但他还是一味的固执己见 这出身和见识 真的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 罗琼莫叹了一声 起身收拾了一下 还是去见了马王妃 婆母生病 他这个做媳妇的就得去刺激 不管马王妃如何装病 萧叶臣如何不甘 王府众人如何涌动 平西堂都在一点一点的逐渐完善中 月子一天天溜走 萧叶阳每天除了上牙 还会亲自过问一下新房的改建进度 忙碌间 西辽使团即将到来的消息 也传入了京城 锦铃卫办事处 萧叶阳下牙后 约了颜文涛和颜文凯一起离开 这次西辽使团进京 打的是来为太后祝寿的口号 负责接待西辽使团的人已经下来了 是蒋家的蒋景辉颜文涛 他这隔职的时间海 未满一个月吧 萧叶阳嗤笑了一声 蒋景辉是蒋景辉 是蒋家的嫡长孙 太后和陈恩公都不会让他沉寂下去的 为了蒋景辉 太后昨天亲自去了正殿找皇上 也算是豁出脸面了 颜文凯撇了撇嘴 这背后有靠山的就是不一样 毁了贡品都能如此轻拿轻放 萧叶阳看了看两人 西辽使团进京后 你们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动静 西辽人这次过来 所图应该不小 颜文涛和颜文凯都郑重地点了点头 6月25 在蒋景辉的带领下 西辽使团进入了京城 西辽使团进城 场面格外盛大 京中百姓都争相为官 道花早早在使团必经的正街上 订了一个二楼的包间 一大早就和韩星然 颜一欢三人在这里等住看西辽人了 这次西辽皇室来了一位王爷 一位皇子和一位公主 三人都是骑马进城的 西辽人长得高大 五官又立体 三人在众多将士的簇拥下 看上去挺威风的 那西辽的皇子和公主 长得到都还不错 只是 那西辽公主下巴羊那么高 脖子不酸吗 一个小小的外邦公主 来了大厦京都 表现得那般趾高气扬的 她以为她是谁 嘲讽声从隔壁传来 道花转头看了一眼 发现竟是吴熙荣和康奈尔新 说话的人正是吴熙荣 她父亲是武军都督府的都督 从小她就听过不少西辽人 进犯边境的事情 对西辽人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道花走过去和两人打了声招呼 然后一起喝了杯茶 等街上的人散开后 就各自回府了 皇宫 皇上在太和殿接见了西辽使团 并在当天晚上举办了工业 为他们接风洗尘 工业上 皇上见蒋景辉和西辽皇室 官员打成一片 担心蒋家和西辽皇室 私下搅合在一起 便派了萧叶阳一起负责 西辽使团的接待工作 第二天 西辽的二王爷 大皇子和七公主 就都迫不及待地提议 想看看大厦繁华热闹的京都 叶阳 西辽二王爷和大皇子 想要去看看我们的马场 我带他们过去 至于七公主就劳烦你负责了 蒋景辉笑着对萧叶阳说道 萧叶阳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一个外邦公主而已 哪里用得住我亲自做陪 随即派几个人跟住就事说着 不等蒋景辉反驳 又道 我跟你们一起去马场 闻言 蒋景辉面上的笑容 变得牵强了起来 叶阳这是对我不放心呀 萧叶阳看住蒋景辉 似笑非笑道 你为何会这么想 我不过是想办好 黄伯父交代的差事而已 说着 壮弱不减 你有什么好让我不放心的 蒋景辉不说话了 那就一起吧 第七百六十章 和亲 游走在京城的街道上 西聊二王爷 叶绿号始终表现得十分和善 时不时地询问 蒋景辉和萧叶阳几句 西聊大皇子则是一脸忠厚 全程保持沉默 在叶绿号吸引蒋景辉 萧叶阳关注的时候 大皇子叶绿康达则是在不动声色地观察住大夏京都 大夏前几年一直在和达达打仗 国库肯定消耗很大 可就这样 大夏的京都还是这般的繁华热闹 想到被灭的达达皇室 叶绿康达心情有些沉重 前几年 西聊一直处于内乱之中 导致国力严重损耗 若不是如此 趁着大夏钢河打打打完 无法再发动战争之机 西聊的铁骑就能大举北下 夺取西聊之地 可惜啊 如今的西聊同样国力不足 无法支撑大规模的作战 西聊如今需要休养生息 这次急着为太后祝寿的借口 她亲自来到大夏 就是想要求娶大夏公主 以骄号之意 为西聊多争取几年的时间 同时也降低大夏对西聊的戒心 萧叶阳一边默默听着 叶绿号和蒋景辉的谈话 一边暗自打量叶绿康达 看出他眼中闪烁着的算计 心中思索住 回去后要再多加派点人手 监视西聊人了 另一边 西聊七公主叶绿千华 见大夏只派了几个小小的主事 来陪自己 一脸的不高兴 还说是什么礼仪之邦 本公主看呀 是一点规矩都不懂 本公主 好歹也是西聊的七公主 就算不派公主来接待我 也该派几个郡主 县主的来陪我呀 闲逛的时候 叶绿千华是毫不掩饰 自己的心情不好 陪同的官员 一个个的都头大的不行 回忆馆的时候 叶绿千华刚好看到 送叶绿号和叶绿康达回来的 蒋景辉和萧叶阳 走过去 就一脸娇蛮地说道 喂 本公主命令你们两个 明天陪本公主逛街 萧叶阳用看傻子的眼神 看了他一眼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蒋景辉心里 虽也觉得叶绿千华有病 不过到底还是保持了风度 没有直接甩袖走人 叶绿千华似乎没想到 萧叶阳竟会如此对待自己 正正地看出他走远的背影 见叶绿千华竟没有发挥生气 蒋景辉微微有些照义 他出了惊娇接人 和西寮人相处了几日 清楚地知道 这位西寮公主有多刁蛮 一路上只要不顺心 就会挥鞭打人 如今被如此慢待 竟忍下了这口气 想到萧叶阳的模样 身份 再想到唐妹婉营这段时间的萧辰 蒋景辉心下一动 笑着说道 公主别介意 萧大人平时不这样的 可能他是急着回去 见他的新房吧 叶绿千华立马问 什么新房 蒋景辉笑道 萧大人今年十二月成亲 如今正在准备盖新房呢 叶绿千华双眼一亮 他还没澄清 蒋景辉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也没再说其他的了 和叶绿号 叶绿康达打了声招呼 就离开了一管 叶绿康达若有所思地看住他离开 然后和叶绿号 叶绿千华回了房子 等周围没人了 三人齐齐收了伪装 叶绿号脸上没了和善的笑容 双眼闪烁着金光 叶绿千华也没了在人前的刁蛮 变得稳重 规律起来 而叶绿康达 收起忠厚的神情 身上顿时散发出一股 让人感到压迫的气势 叶绿康达坐在主位上 叶绿号和叶绿千华分坐两旁 很显然 三人中 他才是领导者 说说你们今天的见闻吧 今天只是粗略地逛了逛京城 并没有什么收获 叶绿号和叶绿千华 就简单地说了几句 叶绿康达沉默了一会儿 蒋景辉虽是蒋家敌长孙 可这人的能力 却远远不及萧叶绿 叶绿号点了点头 萧叶绿虽贵为亲王之子 可他能 担任锦灵卫指挥同志 完全是靠自己拼搏而来的 蒋景辉可没有 真刀真枪的上过战场 叶绿康达 之后的接触中 我们要多加警惕 这个人一些 说着 沉默了一会儿 看向叶绿千华 大夏的公主中 如今适合婚配的 就只有嫡公主一个 皇帝未必舍得 咱们和亲的请求 若是如此 我们就需要你留在大夏 叶绿千华面色一正 皇兄放心 我会担起身上的责任的 叶绿康达满意地点了点头 若是有机会 你最好多接触 接触大夏的几位皇子 七月初一 西辽使团在京城住了几天后 再次被皇上召见 期间 叶绿号提出了 西辽想和大夏 结情境之好的请求 这消息一出 朝堂顿时沸腾了 皇上子嗣还算凡胜 皇子 公主都有不少 可如今 在试婚年龄的公主 就只有皇后所处的 乐康公主一人 乐康公主一听到和亲的消息 脸色顿时就白了 恐慌地看住皇后 母后皇后脸色也好 看不到哪里去 紧紧抱着女儿 不断重复住 乐康 别怕 母后绝对不会让你和亲戏聊的 安抚好了乐康公主后 皇后就急急忙忙地 去了慈宁宫找太后 可惜 太后没等她开口 就率先说了一句 朝中大事 哀家不好多言 你还是去求皇上把皇后 正正地看住太后 眼眶发红 为什么 乐康 身上也流着蒋家的血呀 太后不喜皇后话语中 隐含的指责之意 但莫道 乐康是皇帝的女儿 能决定乐康终身的是皇帝 而不是哀家 更何况 你不是不知道皇帝和哀家的真实关系 有些事哀家开口了 反而还会起反效果 说着 就说头疼 有助嬷嬷扶住 去内殿休息了 皇后倔强地在太后宫中跪了半天 直到天黑 太后都没再出来见她 才站起身擦开眼泪 转身出了慈宁宫 人走了 皇后离开后 宫女立刻去禀告给了太后 太后叹了一口气 这次 皇后怕是要恨死哀家了 她也不愿意看到乐康和亲西辽 可她知道 若是能用一个女人换取边境安稳 皇帝和文武百官都会喜闻乐见的 如今大厦刚和打打打完 国库空虚 西辽有意交好 她若站出来反对 万一引得边疆不稳 那她就是罪人了 同时也会连累蒋家 被百官和百姓迁怒 那样 皇上可就有理由收拾蒋家了 太后疲惫地揉了揉额头 先皇都有三个公主先后被和亲出去 皇上的女儿自然也不能例外 皇后要怪 只能怪乐康命不好 皇帝有好几个公主 谁让她刚好赶上了呢 乐康公主看到皇后苍白地从慈宁宫出来 顿时明白了所有 不想和亲的她 直接转身跑去了乾亲宫 皇上 咱们和西辽摩擦多年 如今西辽愿意交好 还请皇上同意西辽大皇子的求亲 是啊 皇上 这些年西凉边境一直小战不断 百姓生活困苦 边境若能因为公主的和亲安稳下来 那将是大下百姓之福殿门外 乐 康白着脸听着里头的大臣鼓动父皇同意和亲 心里说不出的绝望 就因为她是公主 所以就该去和亲 保卫国家 不应该是百官和将士的职责吗 为何要让她来承受 就在这时 一道反对声音响起 黄伯父 西辽现在也不敢和我们开战 完全没必要和亲 再说了 把一个女人推出去来换取边境的安稳 那大下的将士还养来做什么 听出说话之 人是萧叶阳 乐康公主愣了一下 她记得小时候 她也伙同其他人欺负过她的 第761章 互相迁就 乐康公主漫无目的地走在宫中的涌道上 想到刚刚在正殿外偷听到的话 嘴角慢慢浮出一丝讽刺的笑容 对于她和亲西辽一事 她那在朝中全是破墙的外祖家 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 反而是萧叶阳 这个不慎清静的堂兄站出来 为她说了句话 难怪这些年 母后总是对蒋家人避而不见 难怪母后时常嘱咐她 不要和蒋家人太过亲近 直到今天 她才发现 蒋家人真的冷血的可怕 父皇 父皇会同意西辽大皇子的求亲吗 公主 天色不早了 我们回了吧 宫女见天已经黑透了 不得不出声提醒 乐康公主淡淡地摁了一声 继续慢悠悠地走住 西辽求亲一事 皇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最近几天的早朝 文武百官为这事吵得不可开交 大多数人都觉得为了西北边疆安稳 应该同意和亲 严府 花园良庭 萧叶阳 皇上会同意和亲吗 道花将重新添检的图纸 递给了萧叶阳 萧叶阳拿过图纸看了看 但笑道 不会的 听他说的这么肯定 道花有些诧异 为什么 萧叶阳 黄伯父是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对于边境问题 他才不会像朝中那些蜀木寸光的官员一样 主张用和亲来换取几年安稳的日子 要想永保边疆安稳 和亲没有用 国家强盛 兵马强壮 才是根本 这一点连我都明白 黄伯父自然不会不知道 道花面露不解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拒绝西寮大皇子 萧叶阳笑了笑 西寮提出和亲的请求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试探 要是直接答应 西寮人会觉得大夏也迫切地想要维持和平 在经历过和达达的战事后 已经没什么战力的要事 直接决绝 又会觉得大夏这么强势 是不是还能对西寮起兵 这无疑会激发西寮对大夏的戒备 不管是哪一种 都会让西寮做出相应的部署 如今让他们摸不准咱们的实际情况 我们才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再来嘛 黄伯父肯定还有他其他的考量 乐康公主出自皇后 是皇后唯一的女儿 皇后又出自蒋家 这次蒋家毫无作为 皇后会如何想 还会和蒋家一条心吗 后宫的安稳 对于黄伯父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道花面露恍然 萧叶阳笑道 好了 别说这些事了 昨天我派人给你送的水果你吃了吗 道花顿时笑了起来 嗯 我吃了说着 就转头看向王满儿 快去把我早上做的榴莲木丝端一盘过来 萧叶阳面露诧意 你吃得惯那叫榴莲的果子 好些人都说闻着是臭的 道花笑道 我觉得很好吃啊 等会儿你也尝尝笑 叶阳面上带着些许抗拒 那果子他也有些闻不惯 可见道花一脸要和他分享美食的样子 他默默咽下了拒绝的话 就在这时 颜文修夫妇和颜一欢三姊妹走了过来 大哥 大嫂 二妹妹 三妹妹 四妹妹 你们怎么聚在了一块 道花起身将人迎进了亭子 萧叶阳没动 自从皇上下旨赐婚后 他或颜家人也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刻意回避了 韩欣然笑着和萧叶阳打了招呼 然后才说 我们刚从祖母那里过来 颜文修走向萧叶阳 两人站在亭边说着话 道花见颜一欢三人都穿戴一心 笑问道 祖母那有客人 韩欣然笑看了一眼颜一欢 点了点头 道花见颜一欢红住脸垂下了头 顿时想起前两天 李夫人和他提起过 说父亲相中了一户人家 准备说给颜一欢 莫非今天那家人登门了 事情还没定下 道花也没问 跟韩欣然聊了其他来 韩欣然 母亲说 苏家人这两天就要进京了 道花笑道 现在已经七月了 距离十月 也就三个来月了 是该来京了 韩欣然笑了笑 咱们家今年的喜事 可有好几一桩呢 这时 王马儿端住琉璃木斯过来了 这是我新做的甜点 大家快尝尝 道花很是热情地 给众人推销甜点 颜家人都知道 道花时不时地 喜欢弄点新花样出来 很是给面子地 用竹签插了一块甜点 然而 闻到甜点的味道 颜文修几人迟迟没动嘴 吃呀 道花吃了一块 见萧叶阳没动 快速插了一块 递到他嘴边 尝尝 很好吃的 萧叶阳看了一眼 道花 张开嘴巴将甜点吃了下去 颜文修等人见了 都面露询问地 看住萧叶阳 好吃吗 萧叶阳脸色有些僵硬 在道花 期待的眼神中 咀嚼了几下咽下后 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 味道非常不错 大家都尝尝吧 颜文修抱住试试看的心态 咬了一小口 随即就迫不及待地跑出亭子 吐在了地上 道花见了 有些无语 大哥 你反应也太大了吧 说着 再次插了一块 放到了嘴里 然后转头看向韩兴燃几人 看了颜文修的反应 韩兴燃几个都没有 要尝试的勇气 默默将甜点放了回去 道花见他们不吃 一脸遗憾 榴脸可是好东西 不会吃真的可惜了 再给我来一块 萧叶阳突然开口 道花顿时眉眼一弯 插起一块递向萧叶阳 不过在快要放到他嘴边时 又收了回来 你真的喜欢吃吗 萧叶阳目住脸 当然 我觉得还不错呀 道花面露探究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你要吃不惯 可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萧叶阳看了一眼 道花 你做的 我都喜欢吃 说着 拉过他的手 一口将甜点吃了下去 颜文修几人 见萧叶阳面部改色的 咽下甜点 都一脸的佩服 道花看住 萧叶阳僵硬的腮帮子 无声一笑 放下竹签 让王满儿将甜点端下去 萧叶阳 我还可以再吃几块的 道花笑着说 好吃的东西 不好都给你吃了 我得留着孝敬长辈 萧叶阳 那行吧 我就不吃了 听着两人的对话 看住两人互相迁就对方 韩欣然有些好笑 又有些羡慕 其实他成亲后的日子 过得真的很不错了 相公体贴温柔 没有小气通房 可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他和相公就不会像大妹妹 和小王爷这般相处 两人哪怕是斗嘴赌气 感觉气氛都是甜蜜温馨的 盐依欢也在暗自打量 道花和萧叶阳 眼神中带着憧憬 想到今天见到的那位夫人 想到他口中赞不绝口的 尤家公子 就不由对未来 生出了诸多期望 第762章 教训 7月初四 苏家人进京 苏施语到了 这可乐坏了颜文凯 见天地往苏家跑 大妹妹 看出大步走来的颜文凯 道花看了眼天色 笑着打句道 哟 今天还没天黑呀 四哥 你怎么就舍得回家了 颜文凯笑嘻嘻 递走到自家妹子面前 四哥想你了呗 喽 今天去了一趟医馆 见稀疗人在整理东西 我看到有种子 就问他们拿了一点道花 面上一洗 高兴地接过小包袱 然后笑腻地看出自家四哥 无视现殷勤 飞奸即道 说吧 四哥你又想找我帮你什么 颜文凯高声笑道 之我者 大妹妹也 说着 面色一垮 接连叹了几口气 道花没理会她的装模作样 低头翻看着包袱里的种子 当看到有棉花种子时 双眼亮了亮 大厦多地都种棉花 可产量却不怎么样 一到冬天 很多人都得挨动 之前没想到 如今遇到了 倒是可以用空间培育一批高产棉花种 颜文凯见道花不接茶 有些无奈 只好自己主动开口 大妹妹 那个诗语静静已经有好几天了 你也不说约她出来逛逛街什么的 道花停下看 种子 将目光移到了自家四哥身上 我这不是想着苏姐姐舟车劳顿 想让她多休息休息吗 颜文凯 这都休息好几天了 可以下帖了 道花笑腻住她 四哥 你这见天的往苏家跑 还没看够呀 一说起这个 颜文凯就有诸多的抱怨 哎呀 你快别提了 每次我去苏家 不是苏老太爷让我陪她说话 就是苏伯母拉着我喝茶聊天 我想单独和诗语处一处都没机会 烦死我了 说着 拉了拉道花的 衣袖 大妹妹 我这都两三年没见诗语了 她对我肯定都生疏了 我得找机会和她多处处 这样我俩才能熟络起来 你说是不是 好 妹妹 四哥这么痛你 你可一定要帮四哥呀 过两天 我修木 你帮我把诗语约出来 四哥 我带你们去京郊的芦苇湾 划船那梁 我跟你说 芦苇湾可美了 芦苇 树荫 绿水 划着木浆 既凉快 又有诗意 道花好笑道 四哥 你还懂诗意呀 颜文凯 你四哥不懂 你未来四嫂懂呀 好不好吗 说着 还晃动起道花的胳膊来了 看着死气白赖的四哥 道花一脸无奈 抽回自己的胳膊 想着自己也没见苏诗语了 便点头同意了 当天晚上 道花已经准备洗漱睡了 谁知丫鬟来报 说颜文涛找来了 三哥 你什么也别说 明天我也给周家下帖子 约今晚一块出来 颜文涛尴尬地笑了笑 将给道花带的榴莲放下 听叶阳说你喜欢吃这个 只会使了我两个 一个给你 一个给了今晚说完 就快步转身离开了 道花看得一阵好笑 七月十一 颜文涛 颜文凯休目 道花起了得大早 收拾好后 三人先是去了周府 接上了周静晚 后又去了苏府 接了苏诗语 最后 一行人出了城门 马车里 道花和周静晚 苏诗语说话 马车外 颜文涛和颜文凯 骑马走在旁边 来京城后 我还没出门玩过呢 这次去芦苇湾 我还是沾了你们两个的光 道花笑着说 周静晚和苏诗语 都有些不好意思 苏诗语果断地转移话题 小王爷呢 道花 他应该有事要忙 走不开 颂尾湾确实凉爽 道花一行人到了后 感觉周围的温度 都下降了几度 颂尾 树荫 绿水 木桨滑动 摇晃间便驶入一湾清凉 道花不想当电灯泡 单独上了一艘乌棚船 颜文涛和颜文凯不放心塔 他的船便走在了他们中间 抬头往前 是一对情侣 转头往后又是一对情侣 夹在中间的道花 只好仰面躺在船里 看住两旁的景色 吹着温良的和风 青州摇曳 道花闲适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 姑娘 醒醒 不知过了多久 道花被王满儿推醒了 什么时候了 道花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三哥 四哥他们呢 王满儿笑道 已经晌午了 三爷刚带着周姑娘上岸 四爷和苏姑娘还在我们后头呢 道花看了看颜文涛四人 等船一靠岸 就跳上了岸 你慢一点 颜文涛赶紧扶住道花 神色有些不好意思 他和四弟都以为叶阳肯定会跟住来的 谁知 叶阳临时有事故不来 如此 今天倒要让道花陪他们了 京城的人都喜欢到芦苇湾这边来纳粮 这人一多 商贩就多了起来 附近茶寺 客栈都有 等颜文凯和苏诗宇上了岸后 一行人就在附近的茶寺点了些吃的 听说京都琉璃厂就在这附近 本公主想过去瞧瞧 你们带路把一道傲慢的声音响起 道花等人听到后 都不由转头看了过去 然后看到了伸住一袭火红长裙的耶律千华 京都琉璃厂只有公布的人才能进 陪行官员自然不愿 七公主 琉璃厂那边你不能去 话还没说完 耶律千华就抽出腰上的鞭子 啪的一声打在了官员身上 刹那间 官员的衣袍就烂了 露出一条血肉模糊的伤口 耶律千华蛮横地看住官员 本公主能不能去 官员痛得满头大汗 咬牙道 没有皇上的旨意 不管是谁都不能去 耶律千华面上一怒 再次举起鞭子 就在这时 茶寺里有人站了出来 紧紧握住耶律千华的手腕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阻拦本公主 你才好大的胆子 小小戏僚公主 竟敢编斥我大厦官员 谁给你的胆子 乌锡荣满脸恼怒地呵斥了回去 然后手臂用力 将耶律千华给推了出去 耶律千华退后了几步 才稳住身子 眯住眼睛看了看吴熙蓉 然后愤怒地吼道 来人 把这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本公主拿下 顿时 几个 西寮护卫就朝着吴熙蓉围去 哟 好大的威风 你们西寮使团 是想在我大厦撒也不成 康乃馨快步站到吴熙蓉身前 两人带的护卫 也从外头跑了进来 和西寮护卫对峙了起来 耶律千华冷眼看着吴熙蓉 康奈尔 痴笑道 原来是有靠山的人呀 可是 就算你们背后有人又如何 你们敢破坏西寮和大厦交好 我想大厦皇帝也会致你们的罪吧 康乃馨大声呵斥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妄自揣夺皇上的心思 见搬出 大厦皇帝来 康乃馨都一点没害怕 耶律千华顿时明白 眼前这两人身份可能很高 立刻冷声道 我会亲自向大厦皇上 禀告你们今天对我无理的事的 说着 就带着西寮护卫往茶寺外走 到花几人所坐的桌子 刚好挨着门口 因为正值赏午 吃饭的人多 桌凳就有些凸了出来 挡了点路 刚受了气 没触发的耶律千华 什么也没说 扬起鞭子 就朝着正对着他的周静婉 打了过去 就在众人都以为 又要有人受伤时 鞭子却迟迟没落下 看住被颜文涛紧紧拽在手里 不能动分毫的鞭子 耶律千华心下已领 该死的 不会又来一个不能招惹的人吧 给本公主放手 颜文涛听话地放了 只是他这一放 耶律千华就被直接弹了出去 重重地撞翻一张桌子 上头的饭菜 全部倾倒在了他身上 公主 西寮护卫连忙跑过去 扶起耶律千华 耶律千华看住身上滴落的菜字 心里怒得想要杀人 指着颜文涛就到 把这个人给本公主拿下 看住冲过来的西寮护卫 颜文涛吃笑了一声 屁股都没离开凳子 就三两下地将西寮护卫 给打出了茶色 这里是大夏 既然是来规见的 就要有规见的姿态 颜文涛冷冷 得看住耶律千华 可以带着你的滚了 耶律千华满脸羞愤地 看住颜文涛 你给本公主等住 本公主立刻进宫 禀告大夏皇帝 让他治你的罪说着 就快不出了茶色 翻身上马 带着 西寮护卫朝着城门方向奔去 大人既受伤了 就不要跟得那么紧了 就算皇上问起 想来也是不会怪罪地 看到大 夏官员想要跟上去 道花立刻出声阻止 官员看了看 吴希荣和康奈尔新 又看了看 道花一行人 面露犹豫 就在这时 前头传来惊呼声 只见耶律千华那队人 跑出百米后 坐下之马都开始发狂起来 或直立 或狂奔 或狂颠 不过片刻功夫 西寮人都被甩下了马 看住这一幕 官员突然哆嗦了一下 更让他惊悚的是 刚刚让他不要追赶的那位姑娘 静一脸遗憾地说了句 可惜 西寮人擅长骑马 训马 道花给马下了药 可惜那些西寮人 反应太快 伸手又便捷 被甩下了马背 也没有受什么重伤 那个西寮公主 看上去刁蛮嚣张 可实际却实实误得很 看出康奈尔和吴希荣不好惹 虽嚷嚷了几句 却主动退让了 见三哥武艺高强 也没有选择硬碰硬 第763章 赛马比赛 咦 原来是你们呀 康奈尔兴和吴希荣 孝主来到了 道花几人面前 道花起身 给两人介绍了 周静婉和苏诗语 因为有严文涛 严文凯在 两人不好多呆 寒暄了几句 就离开了 离开前 康奈尔兴拉着道花低语道 我刚刚看到你的女仆 去了马曹那边了 做得漂亮 看住对住自己眨眼间的康奈兴 道花笑了笑 没说话 西寮公主这个小插曲 并没有影响众人的兴致 吃过饭后 大家又开始党周游和 到了半下午 才打到回府 刚回府没多久 萧叶阳就过来了 今天玩得可高兴 道花带着萧叶阳 去了花园里的凉亭 听到她的询问 就撇了撇嘴 风景倒是不错 就是人有点碍眼 萧叶阳无声一笑 凑到道花身边 看住文涛他们成双入队的 是不是想我了 道花捏了她一眼 少自作多情了 我自己一个人玩得 不知多开心呢 萧叶阳拿过 道花手中的团扇 一边给她扇风 一边解释道 今天我本来是要去的 只是突然接到 黄伯夫的命令 去了一趟皇家围场 这就给耽搁了 道花接过 往马儿端上来的 冰镇西瓜 用竹签插起一块 递到萧叶阳嘴边 等她吃了 才给自己插了一块 你去围场做什么 萧 叶阳 西聊人这次进见 带了一匹好马过来 过几天 在京郊的皇家围场里 会有一场赛马比赛说着 笑了笑 到时候 我陪你在围场里 好好跑跑马 道花摇了摇头 算了吧 这么热的天 我才不想骑马呢 萧叶阳笑道 围场那边有一片树林 在树林里骑马 不会太热的 道花还是没什么兴趣 不过却问道 赛马比赛 我们能去观看吗 萧叶阳 当然 官员及其家眷 都可前去参观 道花 我听说西聊人的马术 好得很 和他们比赛 我们能赢吗 萧叶阳 西聊人确实擅棋设 可我大下男儿 也不遑多嚷 道花看住他 你该不会上场吧 萧叶阳笑了笑 你不想我上场 道花摸了摸 皇上不同意和亲 西聊人娶不到公主 那他们会不会 想别的办法 比如说 嫁个公主到大下来 这样同样是结情境之好 萧叶阳顿时笑出了声 你是怕我被那西聊公主看上 说着 笑着摇了摇头 人家公主才看不上我呢 她看上的呀 是几个皇子 道花顿时来了精神 你怎么知道 萧叶阳吃笑了一声 这些天 只要有机会 那位西聊公主 都会和几个皇子 来个偶遇什么的 打的什么主意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道花嘖嘖了两声 然后又兴致勃勃地问道 那皇上会同意吗 萧叶阳淡笑道 这家公主和娶公主可不一样 人家既然要送 咱们怎好拒绝 就是不知此等好事 会落到哪个皇子头上 道 花 这不见得是好事吧 萧叶阳看了一眼 道花 抓过她的手 将她手中的西瓜吃了 笑着不说话 对了 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 也碰到了那位西聊公主 还和她起了点冲突 道花将今天发生的事 告诉了萧叶阳 萧叶阳听后 冷笑了一声 西聊人想窃取琉璃技术 他们也是真敢想 那西聊公主打了就打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听她这么说 道花就不 再多想了 7月15 大厦和西聊 在京郊皇家围场 举行赛马比赛 一大早 京中官员及其家眷 就陆续坐着马车 去了围场 欣然 道花随着李夫人等人 刚步入围场 就看到了韩家人 韩欣然看着大子子和母亲亲密地站在一起 眸光有些闪烁 垂眸扶住婆母走向娘家人 李太太笑着和韩太太打了招呼 韩太太立刻笑着将身旁的大女儿介绍给了颜家人 亲家母 这是我那大女儿 嫁给了永庆伯府的嫡长子 平时打理中愧 忙得很 还没来得及登门拜访过兴曼 还不快见过你颜伯母 韩欣曼立刻笑着和李夫人见礼 然后就笑看住道花 这位就是生平县主吧 闻名不如见面 果真是人比花交呢 道花没有回应 而是看向韩欣然 一副等住他介绍的模样 韩欣然顿时展颜一笑 笑着对韩欣曼说 大姐姐 这位是我家大妹妹 说着 又拉了拉延一欢三人 这是二妹妹 三妹妹 四妹妹 道花这才见礼 方夫人 延一欢三人跟住行礼 方夫人 韩欣曼见到花四姊妹 是随着夫家那边来称呼她 而不是随着韩家 脸上的笑容就致了一下 果然如母亲所说 二妹妹这婆家 在交际应酬上 确实有些欠缺 叫她一声韩大姐姐 这关系不是更显清静吗 韩欣曼拉着韩欣然 笑问 二妹妹 你们等会儿 在哪里观看比赛呀 韩欣然看向李夫人 李太太看了一下 搭建起来的看台 见看台上的位置并不多 想着应该没有他们的座位 便笑道 大家在哪看 我们就在哪里看 文言 韩欣曼 脸上的笑容越发深了 当即笑着 对李夫人发出邀请道 伯母 我夫家在皇上那 还算有些脸面 这次特意赏了位置观看比赛 等会儿你们就随我们挤一挤 这在看台上观看比赛 一来可以免去晒太阳 二来 坐得高 也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没等李夫人回应 韩夫人立刻接过了话 亲家母 你可千万别客气 大家都是亲戚 今天呀 咱们就沾沾兴曼的光 看住一脸 欲有容颜的韩夫人 道花快速看了眼 自家大嫂 然后快速开口了 多谢方夫人美意 不过不用了 我们的位置会有人安排的 韩夫人笑容一顿 刚想说什么 就看到的扶晓跑住过来了 县主 主子让我领你们过去落座 道花笑着对韩夫人 韩兴曼点了点头 扶着李夫人 并示意韩兴然跟上 韩兴然笑了笑 对住韩夫人和韩兴曼说 母亲 大姐姐 那我先过去了 看住颜家人落座的位置 挨着正位极静 韩夫人和韩兴曼的脸色 都有些 不太好 韩兴曼哼了哼 二妹妹怎么这样 颜家有位置坐 也不说早告诉我一声 害得我白忙活一场 还特意去求了婆婆 韩夫人连忙安慰道 你 二妹妹做事 素来没有你周到 你呀 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韩兴曼淡淡地愣了一声 刚准备扶韩夫人落座 就看到乐康公主 走向了颜依依 母亲 颜家怎么和乐康公主 也有交情了 第七百六十四章 请求 公主找我有事 道花随着乐康公主 来到了看台下 不解地看住她 她跟这位嫡公主 好像没什么交情吧 不止没 因为蒋家的关系 说不定还会有点仇怨 她找自己做什么 乐康公主看住道花 之前萧叶阳帮本公主说过话 本公主不惜欠人情 昨天本公主偶然得知一个消息 想了一下 觉得应该告诉她 算是还她人情了 道花静静地听着 没说话 乐康公主继续说 父皇迟迟没有同意 西辽大皇子求亲的请求 西辽那边已猜到 不可能娶到大厦公主了 不过 为了确保和大厦建立友好关系 他们准备退而求其次 将这次跟住来京城的那位七公主 嫁到大厦皇室来 道花心头动了动 仍然没开口 乐康公主看了一下道花 就我所知 西辽七公主看上的人 很有可能是萧叶阳道花眉头一跳 公主怕是弄错了吧 西辽公主要嫁也是嫁皇子 嫁给萧叶阳算怎么回事 乐康公主看住道花 并没有回答 一般情况确实如此 但若有人插手 那就不一定了 想到昨天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 无意中听到太后和陈恩宫的谈话 乐康公主心里就有些堵得慌 蒋家为了一己之私 进私底下和西辽人合作 就因为蒋婉莹 没能嫁给萧叶阳 蒋家就要拆散萧叶阳和颜一一 让萧叶阳娶西辽公主 至于颜一一 在国家大事面前 她这个嫡公主都得被牺牲 更何况是她了 就算父王赐了婚 也只能被迫为妾 乐康公主默吸了一口气 蒋家是她的外祖家 勾结西辽人一事 她不便多说 只能这样提醒了 该说的本公主已经说了 能不能阻止 就看你们自己的了说完 就转身回了看台 道花看住她的背影沉吟了一会儿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派王满儿去找萧叶阳了 回到看台上 道花就有些心不在焉 尤其是注意到 对面蒋二夫人看向她时 眼中流露出来的 那圣人的目光 道花煽动着团扇 心中烦闷 这老是有人躲在暗处窥探自己 并视机暗害自己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不好了 赛马场上 采旗飘飘 骨脚长屋 热闹非凡 参加比赛的西辽人 和大厦男儿 都架着自己的坐骑 在马场上小跑步 活动身子 双方之间 时不时地叫喊几句 将气氛带动得十分高涨 道花心里有事 无心观看这些 看住独自回来的王满儿 眉头醋了醋 怎么 没找到萧叶阳 王满儿摇头 得福说 小王爷现在在皇上身边 半价不过 奴婢把刚刚乐康公主的话 告诉了得福 得福说 他会想办法 告诉小王爷的 闻言 道花只能按压下 心中烦躁 将目光投向赛马场 刚好这时 一袭火红长裙的 西辽七公主 骑着马奔进马场 她一进场 立刻受到西辽人的热烈欢呼 道花宁眉 难道她也要参加赛马 没等多久 众官员簇拥住皇上到了 皇上走到主位座下 围场里的所有人 都跪下参拜 皇上抬手让众人起身 然后又给西辽二王爷 大皇子 以及陪同官员赐坐 大厦官员 则是各自走到 自己的位置坐下 耶律号看了看马场 然后笑着看向皇上 皇上 这赛马比赛 可不能没有彩头呀 话一落 耶律康达就拿出一把 尺长的宝刀 皇上 这是 我们西辽出的彩头 此刀名叫七星刀 可消帖如泥 皇上挑眉 淡然地笑了笑 你们都出了彩头 朕这边自然不能少说着 看了一眼安公公 安公公立马笑着 从身后太监手里 拿过一个米长的檀木盒子 上前两步 当着众人的面 将盒子打开 很快 一条金黄色的长鞭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安公公拿起来鞭子 轻轻一挥 立刻就有破空的声音响起 好鞭 耶律号夸张地赞了一句 然后对住马场上的西辽人说道 大厦皇上拿出了这么好的鞭子 做踩头 你们可要使出浑身解数 夺得他呀 西辽人立刻在马背上轰叫了起来 坐在皇上下手的杨成画 当即就开口说道 西辽的宝刀也不错 咱们大厦的男儿 也会是在必得的 大家说是不是 话落 马场里参赛的人员 以及周围 观看的人员都爆发出热烈的呼声 瞬间 就将西辽人压下去了 见此 皇上脸上的笑容顿时多了起来 安公将马鞭和西辽人的宝刀递给了魏琪 由他将马鞭和宝刀都绑到了马场终点的擂台高柱上 等他回来 皇上才开口 谁要拿了马鞭和宝刀 马鞭和宝刀就是谁的说着 看向西辽二王爷和大皇子 时间差不多了 这就开始吧 皇帝陛下 叶绿千华突然出声 然后骑着马来到了看台前 皇上淡淡地看住他 千华公主有什么事 叶绿千华跳下马 弯腰说道 皇帝陛下 千华也想参加比赛 皇上笑道 早就听闻西辽女人也非常擅其设 不过 女子到底不比男子强壮 体力也多有不及 再说了 参赛的人都是一些粗糙汉子 伤到公主就不好了叶绿千华笑道 皇帝陛下 我打算参加比赛 自然就不怕受伤 皇上根本不关心他受不受伤 刚刚只是客气两句 既然千华公主执意如此 那你要参加就参加吧 也好让我们看看西辽女子的风采 叶绿千华笑着继续说 皇帝陛下若是千华以女儿之身赢得了彩头 不知是否有额外的奖赏 闻言 皇上挑了挑眉 看了一眼旁边 但叶绿号和叶绿康达笑着没立即开口 叶绿号则是对住叶绿千华笑骂道 千华 不得放肆 皇帝陛下已经拿出了那么好的鞭子 怎可再讨其他奖励 叶绿千华笑道 我这不是 想让比赛更有看头一点吗 说着 看向皇上 皇帝陛下 您不同意 千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在您心里 大下男儿 其实连我一个女子也比不过 皇上脸上的笑意顿时淡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旁的承恩公高声呵斥道 千华公主还真是狂妄得很了 我大下男儿 岂会连你一个西辽女子也比不过 说着 起身向皇上行礼 皇上 就不如答应千华公主的请求 让她好好看看 我大下男儿的英姿 皇上似笑非笑地看住承恩公 随即又将目光移向耶律 千华 不知公主想要什么奖励 耶律千华立刻大声说道 皇帝陛下 千华想要的奖励很简单 我很喜欢大下 想一直留在大下 若是千华侥幸得到彩头 可否让我在大下选个夫君 这话一出 大下官员以及围官女眷都出现了骚动 第765章 打死不论 真不要脸 哪有姑娘家当众说想要找夫家的 找就找吧 还想嫁到我们大下来 西辽没男人了吗 西辽人哪懂什么礼仪廉耻 众女眷或比是 或嫌弃地对住耶律千华指指点点 道花的心却提了起来 想到之前 乐康公主说的话 心里就烦躁得不行 皇上虽是不愿将乐康公主驾到西辽去 可也不会无视西辽发出的交好请求 大下去年才结束和北疆的战争 如今国力 兵力都还没修整过来 若是可以 大下也不愿意和西辽起战事 现在西辽公主主动提出要嫁到大下来 皇帝是不会拒绝的 果然 皇上听到西辽公主的请求后 就笑着点头同意了 皇上一同意 几个皇上 皇子妃都不约而同地变了脸色 坐在皇上旁边的萧叶阳 也拧起了眉头 冷漠地看了一眼不远处勾起嘴角的 陈恩公和蒋世子 皇上 萧叶阳站了起来 皇上看了过去 什么事 萧叶阳 陈也请求参加比赛 皇上的彩头 以及西辽的彩头 陈都想要 刚好陈不久就要成亲了 想把这两样彩头送给未婚妻 让他高兴高兴 皇上笑着看向萧叶阳 朕准了 得了准许 萧叶阳便转身走下看台 萧叶阳 萧叶阳经过颜家所在看台的时候 道花叫住了他 萧叶阳立刻走了过去 低声对住道花说道 放心道花 看了一眼是翻身坐上马背的耶律千华 想了想说道 看那西辽公主一脸自信的样子 想来是有几分把握夺得彩头的 萧叶阳冷笑了一声 有我在 不可能的 道花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说着 急着给萧叶阳递查的时候 将两粒药丸给了他 这药丸可以引动马而发狂 比赛的时候不发生意外就算了 若发生 你看住半萧叶阳不动 神色地点了点头 喝了道花递过来的茶 然后转身离开了 都说西辽公主不知羞耻 咱们这位生平县主也不遑多让呀 蒋二夫人冷笑住开口 旁边的惠家长公主听了 当即笑道 这怎么能一样呢 人家生平县主和小王爷 可是定了亲的蒋二夫人 定了亲又没成亲 大庭广众之下 就这般亲亲我 私底下还不知道多 乐康公主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蒋二夫人慎言 父皇还在呢 众人都没料到 乐康公主会开口 蒋二夫人都愣了一下 回神过后 就是满心怒火 蒋家是乐康公主的外家 她不说帮自己也就算了 竟当众呵斥她 还有没有把她这个旧母 放在眼里 乐康公主不理会众人 将目光投向赛马场 或许是因为心里有了疙瘩 如今她对蒋家人 也越来越厌烦 号角声响 西辽人和大厦参赛人员 如同离闲的剑 你追我赶 向前飞奔 其中 一袭红裙的耶律千华 最为耀眼 西辽人有意无意地 从旁影响大厦人 没一会儿 耶律千华就带着 十多个西辽人 奔跑到了前方 道花坐在看台上 紧张地看住比赛进度 看到萧叶阳带着两个哥哥 以及吴定白等人 追赶上耶律千华了 神色才稍微松了一些 耶律千华回头看了看 即将超过自己的萧叶阳等人 咬了咬牙 右手手指放到口中 快速吹出了一个长哨 哨声一起 场中众人的马 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 不受控制的情形 趁着萧叶阳等人 安抚马匹的时候 耶律千华再次超过众人 皇上和大下人 看到耶律千华 使出的手段后 脸色都不是很好 此刻 大家算是明白 为何耶律千华敢说 他能拿到彩头了 萧叶阳在安抚马匹的空隙 弹指将道花给的药丸 弹了出去 没一会儿 看台上的人就发现 耶律千华他们坐下的马 也出现了不受控制的情形 安抚好马匹的萧叶阳等人 趁机反超 耶律千华不断地吹口哨 最后 带着几个西疗人 差不多同时和萧叶阳 言文涛几人抵达擂台 耶律千华想着 自己好歹也是公主 夺取彩头的时候 大下人应该不敢下死力 和他抢拨 也不敢真让他受伤 有特末尔几个高手相助 踩头他拿定了 然而 还没等他上到擂台上 懒得交手的萧叶阳 就飞身上到了擂台高柱上 将鞭子和刀都夺了下来 至于保护耶律千华的 那几个西疗人 被言文掏 言文凯几人 直接拦在了擂台下 好 看到大下碾压般地赢了西疗人 皇上放声大笑了起来 大下官员也满脸高兴 西疗使团这边 气氛就有些低迷了 看住拿着彩头走来的萧叶阳 耶律康达双眼瞇了瞇 千华他们骑的马 都是被专门训练过的 为何会出现集体失控 是大下人坐的吗 萧叶阳先是走到了 皇上所在的看台前 诚信不如使命 夺得了彩头 皇上一脸满意地看住侄子 坐得好 见过皇上后 萧叶阳便拿着彩头 走向严家所在的看台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将手中的鞭子和刀子 一起递给了道花 给 我给你赢的 道花笑着上前 伸出双手接过鞭子和刀 笑看着萧叶阳 我很喜欢 就在这时 耶律千华在西疗人的簇拥下 来到了看台这边 看住并肩站立的道花和萧叶阳 弯身看向皇上 皇上 千华请求和那位姑娘一站说着 伸手指向道花 这话一出 众人再次出现了骚动 耶律千华看住皇上 继续说 皇上 在我们西疗 若是两名女子同时看上一名男子 那将与决斗的方式 决定谁能和那男子在一起 千华希望皇上成全 这里是大夏 平秦王怒气腾腾站了起来 冷脸看住耶律千华 本王的儿子是你能挑选的吗 还决斗 也不撒抛尿照照自己的德行 你配吗 可 旁边 杨成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皇上也瞪了一眼平清王 两国还在探交好的事呢 耶律千华被平清王的话 气得满脸通红 耶律号面色也难看得很 看住皇上 皇帝陛下 我们是带着成义来的皇上神色 但但 大夏也是成义想和戏辽交好的 听到这话 戏辽使团面色好看了一些 耶律千华沉默了一下 转身看向道花 怎么 这位女孩可是不敢 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道花身上 道花看了看耶律千华 想了想 说 打死不论 可 可 道花的话一出 杨成化等官员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了 生平县主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开口倒是霸气得很 第766章 抽打 死活不论 耶律千华似乎也没想到 一个柔弱纤细的大夏女人 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争神之计 尽忘了回答 道花看住耶律千华 怎么 千华公主可是不敢 同样的话 又还了回去 接着 道花还看了一眼在场之人 扬声道 大夏渴望边疆安危 但这不是你戏辽公主 可以在大夏为所欲为的借口 你看上的人就非得娶你 你要跟我打 我就非得跟你打 你把大夏当成你戏辽了不成 说着 又看向西辽使团 你们这是来交好的吗 我以为是来要武要威的 还差不多 皇上笑看着道花 果然不愧是舅舅的徒弟 这嘴皮子和舅舅一样 不饶人得很 看到西辽人背对 大夏官员都解气得很 当然 蒋家一派的人见道花出风头 脸色都不是很好 有什么不敢的 我西辽女子可从来不会退缩 倒是你 等会儿别被本公主打得 哭爹喊娘叶绿千华 回过神来后 便羞愤地看住道花 道花没理会叶绿千华的挑衅 看了看皇上 见他好征以下地看住 没有反对的意思 便拿着刚得的黄鞭甩了一下 破空的声音响起 道花歪头笑看着萧叶阳 你等住 我就用你给我赢回来的鞭子 好好教训教训某些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这位公主的身手 她在芦苇弯的 时候见识过 还不错 不过不是她的对手 说完 道花就走下了看台 朝着中央的擂台走去 萧叶阳看住道花 眼底带着些许担忧 虽说她去北江的两年 舅爷都在指导道花的鞭法 可她的依依细皮嫩肉 万一不小心被那皮糙若厚的戏僚公主伤了怎么办 李夫人等人也面露担忧 其他人倒是兴致勃勃地看住 因为之前萧叶阳说要带她在围场里跑马 所以这次过来 道花便直接穿了一身前进俐落的衣裙 道花大步朝着擂台走去 裙摆飘动 笑颜明媚 一派英姿飒爽 耶律千华看了一眼道花 想到之前她说的死活不论 冷哼了一声就让随从拿来了她的双刀 看住耶律千华拿着刀上台 萧叶阳眼中顿时浮现出了杀意 皇上知道自家舅舅的本事 也想看看舅舅徒弟的本事 所以刚刚才没阻止 可看到耶律千华用双刀做武器 脸色也冷了下来 耶律号见了 笑着说 刚刚是那位姑娘说的死活不论的一旁 等吴京一听了 顿时对住已站到擂台上的道花教导 生平县主 耶律王爷说了 死活不乱 你用不住顾忌西辽公主的身份 听到这话 耶律号面色顿时变了变 这时 耶律康达开口了 皇帝陛下 西辽院和大厦友好相处 家妹实乃养慕萧小王爷 这才提出和贵国的县主决斗的 这次比赛 还是以和为贵吧 话音刚落 擂台上的道花和耶律千华已经交手了 道花见耶律千华用的是刀 没和他磨鸡 手中的鞭子一甩 率先朝他发起了攻击 萧叶阳见了 顿时松了一口气 道花用的鞭子 适合远攻 只要不让耶律千华进他的身 他就不容易受伤 耶律千华没料到道花一上来就动手 没躲避过 脸颊被狠狠抽了一边 疼得他顿时额冒冷汗 然而 等他退开摸脸的时候 发现脸上竟没有伤痕 只是脸部肌肉在剧烈抽动住 这个发现让耶律千华心中一领 顿时明白 眼前这位娇滴滴的小姐 是个练家子 看住鞭子在他手中宛如活物 就知道此极善鞭法 大意了 没等耶律千华想要应对之法 道花的鞭子又袭了过来 只见那鞭子格外的凌厉 带起了空空的声响 耶律千华伸手挡鞭 手中的刀瞬间被缠住 道花一用力 就将刀子从他手中抽出 见此 看台上的人都不由坐置了身子 大厦人是激动的 意外的 众人没想到道花的身手这么好 也没料到 笑笑的那般厉害的西寮公主 竟是个外墙中前的 而西寮人 则是满脸阴沉 耶律千华的身手 在西寮女子中 真的算是不错的了 按照一般规律 西寮女人要比大厦女人强壮 两个女人对上的时候 西寮女人在身高上就要胜一筹 大厦女人 如此推理 耶律千华打生平县主 还不是妥妥的音 但谁知 那位生平县主的鞭法 竟如此精湛 皇上心里的担忧没有了 看住身姿轻盈 鞭法灵活 下手毫不留情的道花 脸上都是笑意 果然是舅舅教导出来的 瞧瞧那边边倒肉的打法 他都替西寮公主感到肉疼 平清王也笑眯了眼 看向皇上 皇兄 臣弟这儿媳还不错吧 皇上美好气地瞥了一眼 满脸欲有熔烟的平清王 心道 当初也不知是谁 看不上严丫头 擂台上 施了一把刀的耶律千华 只能被动地防守 他想尽道花的身 可道花的鞭子 舞动得太快 脚下的步伐又迅速 他根本就没机会 武器选错了 要是他也用鞭子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只能被动地挨打 道花会变的力道 可一点多莫收住 被师父磨练了两年 如今他也能使出皮不受损 可那里却重伤的鞭法了 别看西寮公主 现在身上还一点伤都没有 他保证 等回去后 这位公主怕是要烫个几个月了 千华公主 只要你主动认输 我就收鞭 你想要我认输 休想 见耶律千华还这么嘴硬 道花更加不客气了 耶律千华被鞭子打得浑身都疼 可他不敢主动认输 一是他不能给西寮丢脸 二是 大哥和蒋家达成了协议 他得嫁给萧叶阳 要不然协议作废 若是因为他 而坏了大哥的大事 大哥不会放过他的 所以 就算身上再疼 他也得咬牙忍住 啪 啪 啪 鞭子破空的声音 不断在擂台上响起 皇上挑眉看了看 耶律浩和耶律康达 这两人可真够狠心的 到现在也不愿出声阻止 耶律千华不甘心 被这么压着打 心中一横 也不躲避了 抓着刀 任由鞭子抽打在身上 不管不顾地朝到花次去 萧叶阳剑了 心中顿十一 紧 到花见耶律千华 满脸很辣地冲来 鞭子一收 朝着左边凌空侧翻 几个旋转 避开了耶律千华刺来的刀 啪 鞭子甩出 直接绑住了耶律千华的手 急住他向前冲的惯性 到花一用力 就将他甩下了擂台 我们一会儿 两人 放下了 游泳